各位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拿過電競比賽的冠軍 那玩什麼遊戲呢?就是玩這一款你們知道嗎? 這一款你們不知道,可是你們如果打電動的人 你們應該知道有一個遊戲叫做紅色警戒 有聽過對不對? 紅色警戒的前作就是這一款叫做CMC Commander and Conqueror 中極動員力 那我小時候大概從三歲開始就非常大在打電腦遊戲跟電動遊戲 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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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在我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開始呢 台北市就會開始辦一些那種電競的遊戲 那比較早的時候這樣是魔法 我們要用一下麥克風這樣比較好收音 你說收音是不是? 對啊 好,那所以電競這個東西不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 所以我大概十一二歲的時候 那是民國83年84年 也就是1990年代 那時候沒有網路還是數據機 或是很多人都用區域連線 叫做IPX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在上網、在對戰 好,那最早的一款在比賽的遊戲呢 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遊戲呢叫做魔獸蒸八二 你們都玩過三 你玩過魔獸世界 可是呢,你有玩過魔獸蒸八二或一的人 應該沒有幾 那我通通沒有玩過 好,那那個時候呢 我去兩個比賽我都有比 那魔獸蒸八二就沒有入 就沒有進入決賽 那這個呢就進入決賽 十幾歲呢 我就跟二十幾歲的清大交大 台大學生在那邊玩 那玩到第一名 那後來我再去比了一款遊戲 你們就知道星海爭霸 應該這招就知道了對不對 好,那世紀帝國 我也去比過 可是隨著你的年齡增長呢 你的手就越來越慢 然後呢就是越來越就是弱 所以後來比的都沒有比出成果 那星海爭霸其實玩得不錯 那個時候松岡辦的 你們知道這間公司嘛 就是專門代理暴雪的 現在暴雪是自己在弄的 然後那個時候比到 就是全台北市前四名 再贏一場呢 我就可以進全國大賽 沒事沒有辦法就少了那一場 那這個跟我學語言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非常有關係 那這個我平常在外面的演講 我都沒有講 因為呢 那個小學或是國中 或是大學 會說我在帶壞小孩 所以呢 我就在這邊講 那 我小時候沒有學語言 那大家其實想一下說 問我說 我英文到底是怎麼學的 那剛剛玩那些遊戲的時候 雖然完全都是英文介面的 可是我可以在完全不會英文的情況之下去玩 怎麼玩呢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是用圖像記憶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選項代表什麼 然後它的拼字跟發音還有什麼 完全都不懂 全部都用圖像把它記下來 就這樣玩 一直直到呢 我開始就是上了國中之後 開始學英文 然後玩一些不一樣的遊戲的時候呢 我才真的說透過玩遊戲去學英文的 那個時候是1997年 有一款遊戲叫這個 叫做Ultimate Online 這是世界上第一款網路遊戲 什麼叫做世界上第一款網路遊戲呢 就是你連上網之後 是有真人的互動 你可以跟人家吵架打架 然後你可以謀殺別人 你可以買東西賣東西 所有的遊戲資訊 你都要上網去看第一手的Update 這個遊戲沒有中文介面 只有英文 然後你所有的交談 所有的交易 然後包括還有就是你去搜尋 要怎麼玩這個遊戲都是英文的 好 因為它對我來說它真的非常的好玩 所以我那個時候即使英文是國中程度 就是那種國一國二 你根本不認識幾個字 可能就是什麼現在是啊 然後第三人稱加S 那種程度 然後我就來開始看這種全英文的東西 然後你會想說 你玩歸玩你怎麼很學會英文呢 那網路遊戲就跟一般的遊戲是不一樣的 它是即時的 你要跟人家對話 你要跟人家買賣 你要去看最新的攻略 以及最新的伺服器消息 這些都是全英文的東西 因為你很想玩 你覺得它很有趣 所以即使你要查很多單字 或是你看英文要看得很慢 可能一夜的武器介紹呢 你就要看兩三個晚上 你都覺得沒有關係 然後你就一直看 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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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一直看了一直玩 然後你會記了新個單字 那大概玩了幾年之後呢 我整整國中三年都在玩這個遊戲 那英文程度呢就是 非常就是突飛猛進 那我那個時候的智慧量大概就是 一般美國大學生 或是高中生的智慧量 就是沒有誇張 就是 如果你看過朱學棚怎麼學英文的話 大概就是那樣子的感覺 他就是看了很多什麼 以前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奇幻文學 那大概你一直玩這些東西 你學到也是那樣 好 那 那個時候就是這個 我受教育的歷程也滿神奇 因為你看那個時候 上網是要怎麼上呢 你們知道嗎 1997年 對啊 如果你是我們那個時代 你會知道 你那個是用數據機 有一個東西叫做Modern 然後還有28.8K的 或是56.6K的 那上網你要分兩種費用 一種叫做打電話的費用 然後一種叫做網路費 然後兩個加起來呢 才是你一個月呢 要交給中華電信 或是交給那個時候 有一家叫CMAT 你知道嗎 CMAT這間公司 然後還有其他什麼東森這些東西 那我媽媽當然也是一個很神奇的人 我暑假如果每天玩到玩的話 一個月的電信費加網路費是 一萬多塊 然後那我媽就覺得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玩什麼 但是你的英文好像變得很厲害 那我去把它當作是補習 那你就去玩吧 那我在台灣受教育 我從小知道我沒有補過習 那我媽就說 反正你省下這麼多補習費 那我就讓你玩這個 那後來大概到國三的時候 ADSL 才開始可以升裝 然後你一個月可能 假如700塊的網路費 你就可以吃到飽 那你再加電話費 那才變得比較便宜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也不玩了 然後那個時候 你才聽過天堂 或是什麼奇奇怪怪的那些遊戲 才出來 你才有所謂中文的介面 大家才去開始玩 可是在那之前呢 你所有就是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虛寶被偷啊 被人家詐欺啊 或是你拿賣了虛寶賺了兩三萬 或是賺了幾十 那這些事情 我在國一國二的時候 通通都玩過了 然後所以後來魔獸世界啊 或是什麼這些天堂 這些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無聊 因為這些遊戲都很幼稚 為什麼我覺得很幼稚呢 因為你死了之後不會掉樁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你在遊戲裡面死了之後 你去玩天堂 你去玩魔獸世界 你身上的那些虛擬寶物 是不會掉到地上 被人家撿走了 這個遊戲是玩真的 你只要死了 你所有東西都被人家拿走 都是不見的 你可以偷東西 你可以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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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真實世界是一樣的 那後來的網路公司呢 就發現就是 玩網路遊戲的年輕人 或是老人 就是太草莓了 就是你好像只要掉樁呢 你就不玩這個遊戲 或是精神崩潰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遊戲呢 都設計成了 你死掉了不會掉樁 然後人家不可以PK你 就是不可以殺你 一經到你的允許 才可以跟你決鬥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遊戲 非常非常的無聊 好 所以我的英文就是這樣子 開始學起來的 而且是很短的時間之內 雖然才12歲之後 才開始接觸 那因為這樣長期 沉浸在這樣的一個網路世界裡面 所以學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程度也跳得非常高 但是呢 那這不代表我對語言是有興趣的 好 那高中的時候不玩這些了 我開始玩日文的東西 那也是學了日文 直到大學之後 我遇到了兩位 會說很多語言的老師之後呢 我開始對語言真的有興趣 不是為了玩電動學語言 而是覺得 語言這件事情很好玩 那因為老師呢 都會說很多種語言 所以我就開始對他呢 這個叫做 多語達人這個行業 開始產生了興趣 這真的是一門行業 那就是 譬如說 他有一些就是行規 就是你必須真的很精通 你不能只是說幾句 那你一定要就是想辦法達到呢 就是跟母語人是一樣的標準等等 那大學呢 我就開始玩語言 玩電動的時間都比較少 那我很認真的去玩 那有小小的成就 所以我那個時候呢 遵守了多語達人的一個行規呢 就是你必須對自己的語言要求是非常高的 你只是說幾句這樣不行 然後你也不能只會讀寫的 你不會講 這些都不行 你要呢 至少在兩個方面呢 達到就是所謂精通的程度 一個呢就是 客觀上呢 台灣人都很喜歡考試 所以你這些很難的考試 你通通都要去考到 這是第一個客觀上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考過這些考試 可是你還是不會嘛 對不對 這是真的啊 你都聽過多語考滿分 或是說什麼 日檢考一集是啞巴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對我自己的第二個要求就是呢 你所有的這些檢定 不只要考過 而且你要真的可以使用這個語言 不只是書而已喔 你要真的可以 比如說看一本德文書 你是看得懂的 我以前高中 覺得我有個同學很神奇 他說他去補某某很有名的英文 補完了之後呢 他所有的閱讀成員都可以寫對 可是他說我永遠看不懂 閱讀成員在寫什麼 好 所以你要真的可以讀書 你要真的可以拿來講話 你也真的要可以寫東西 你也要真的可以拿來聽東西 好那個時候呢 就完成了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目標齁 其實四個語言都達到了 就是我要求的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當然離老師的程度還是很遠 那大學畢業之後呢 開始做所謂的質疑試探呢 就是說 欸想說自己以後可以做什麼 那我本科其實不是念這個的嘛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經驗的話 你知道我身見原意跟生科的 也就是所謂 三類主要是自然主要科系 我對科學其實非常有興趣 物理啊 數學 化學 包括生物 那念的呢 也念得很好 像我的有機化學是99分的 那其他所有的生物的那個分數呢 也都非常的高 那我在台大也是第一名畢業 可是我對做科學有很大的障礙 你去看我的大學成績單的話 我所有實驗課都是70幾分 那你說那你這樣怎麼可以第一名畢業呢 如果你念過理主你就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實驗課只有一學分啊 正課有三學分實驗課只有一學分 那雖然實驗課只有一學分 可是它只要有三個小時 所以其實念理工科的真的比較累 因為文科呢 就三學分 就是三堂課要嘛四堂課 可是理工科 像手與神人以前 念電機器應該有很多那種一學分 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那我們以前有門課更厲害 它叫生物技術核心實驗 這個叫兩個學分 然後是沒有結束責任制 至少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然後你的實驗沒有做完 回來或是等一下要收戲劇 那你晚上還要再來 元旦一月一號 所有的學生都在放假 欸不好意思 你要看你的實驗結果 那兩位學校 那實驗室的生活呢 不太適合我的性向啊 因為我喜歡跟人有互動 那一直坐在那邊 我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就決定了 那我不要走 就是所謂做實驗的這一條路了 那我可以做什麼 我發現我喜歡語言 跟人溝通很好玩 學很多語言很好玩 欸知道世界各國的趣事很好玩 那那會語言並不是一個職業 也不是一個你可以拿來 就是生活的工具 所以你必須應用在某件事情上面 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翻譯嘛 要不然是口譯 那這個我在大學時代就有去做過 比如說我曾經幫師大特教的教授翻譯一篇 什麼德國教育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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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個字 或者是我帶一個瑞典的鳥類學家 去雲林的敖古斯地阿里山 還有華山去看鳥 早上四點起來 然後跟著一個台灣什麼野鳥協會的 因為他一句英文都不會 然後就要幫這兩個專家在那邊翻譯 剛好就是我念生物的 但是這幾個經驗呢 雖然都還可以 你也賺到一些錢 可是我發現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呢 翻譯就是把人家說過的話再講一遍 我實在不太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有沒有往這個地方發展 那你不做翻譯 那你會語言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發現我這一件事情很有熱忱 就是教育 如何就是幫助別人學會一件事情 或是解釋一件事情 我非常有興趣 然後那我就決定那我來幫助大家學語言 可是在幫助大家學語言之前呢 我又想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了解到底什麼是語言 語言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我開始來研究 我就開始研究呢 人是什麼學語言的 那受到就是所謂的科學思維的影響呢 我覺得重複實驗非常的重要 不能說我今天學的英文 學的日文或學的德文 我用這樣的方法學會 或是我經過這樣的歷程學會 所以語言學習就是這個樣子 不行 你要呢 學真的很多次 然後你每次都不同的方法 或是某幾次 你都固定有什麼樣的方法 欸你得到一樣的結果 你才會呢 知道說欸 這個方法原來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所以呢 我就開始去學更多的語言 那每次學語言的時候 我都會設定一些條件 或是說特別去觀察一些現象 然後累積呢 就是關於語言的經驗 還有就是語言教學 或是語言學習的一些問題 那後來呢 也去美國念了語言學的研究所 那一樣呢 就是去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 欸語言是怎麼一回事 那 有了實戰經驗呢 然後也有了很多很多東西呢 那 我越來越清楚呢 就是自己想做什麼 以及呢 語言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在研究所畢業之後呢 大概就有學過25種語言 那其實更多啦 那 這25種語言分成三類喔 一類呢 就是我真的很會 像剛才那幾種 英文、日文、法文這樣子 那一些呢 就是學的不怎麼樣 但是呢 又可以跟人來溝通 就是說 你不跟我講政治、經濟那種很難的東西 然後我都可以跟你講 像韓文 那又就是學的不怎麼樣 像 那個 印尼文啊 或者是什麼 越南文其實還好還不錯 那就是有些是學一點點 像阿拉伯文也是一點點 那大概這些呢 大概加起來有20多種 或是更多 那不管學的多或少 對我來說 每個語言都非常有意義喔 因為它讓我看到 就是語言學習的各種不同的面向 以及一些真相 那 後來就出了這本書 那也是有 大概出了這本書的前一年呢 我開始回來台灣呢 去做一些 推廣 那我要講一下 我在推廣什麼樣的東西 以及它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在所有學語言的經驗裡面 最有趣的就是這一個 我今天會講很快 我們要講 我沒有要把它全部講得很細 你在網路上看我其他的演講 或是雲章老師 幫我寫的那一天採訪 裡面都講得很詳細 這是在南美洲的一個語言 叫做客丘雅語 那它有兩種拼法 其中一種拼法 就是這張圖上面你看到 Q-U-I-C-H-U-A 叫Ketra 那另外一個講法叫Ketra Ketra是比較好記的 因為法國有一個名牌呢 就叫做Ketra 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是一個運動品牌 是在迪卡龍下面的一個產品 叫做Ketra 這個語言呢 是印加帝國的官方語言 你也可以說就是印加語 比較好 雖然這是一個不對的講法 但是呢 因為比較好記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印加語 那如果你要把Ketra 或是Ketra翻成中文的話 我的翻譯呢 叫做客丘雅語 這個語言呢 現在呢 在南美洲的人廣泛的被使用 大概有一千多萬人還在使用這個語言 都是南美洲的原住民 所以這邊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中南美洲的一些歷史 那大家現在可能想到就是 那邊不是都講西班牙文啊 怎麼有這種語言呢 西班牙文是最近五百年才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些征服者 從西班牙到了中南美洲道路的時候 執名他們 然後把西班牙文變成官方語言的時候 所以現在那邊的人才講西班牙語 可是在那之前呢 中南美洲呢 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語言的 那最大宗呢 就是Ketra 印加語這個語言 因為印加帝國呢 在南美洲是最強大的帝國 所以呢 講這種語言是最多 那他們滅亡了之後呢 這個語言還是有留下來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個地圖上面 有顏色的地方呢 都是講這個語言 這是哥倫比亞 這是厄瓜多 這是秘魯 這是波利維亞 這是智利 像大家都知道馬丘比丘 大家都想去那邊玩 馬丘比丘附近的那個城市 叫做庫斯科 那邊都是在講這種語言的 然後他們很多人也把這個當成母語 其實西班牙文是所謂的第二語言 那學這個語言 為什麼經驗特別呢 我們過去 你在學校裡面學的 或是我在美國學的 或是在日本學的 或是在法國學的語言 都是有白紙黑字的 然後都是有人研究的很透徹 都是有很多資源的 都是呢 有一定的規矩的 可是這個語言呢 就是沒有什麼人在研究 然後人也沒有什麼一定的規矩 其實他也沒有真正的文字 因為說這些語言 他是不識字的 那也沒有就是說 國家規定啊 你們所有的人都要講這個 或是怎樣 所以我當初去學的一個狀態呢 就接近於一個新生兒的一個狀態 是完全無法先知道 這個語言是什麼 你也沒有辦法先學 你也沒有辦法偷學 因為你根本沒有資源 所以你真的就是程度零 那你要跑去這個地方 學他 怎麼學呢 那你就要靠這些原住民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想很多問題 就是 你完全都不會 完全沒有基礎 你去那邊 能不能學會一個語言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 我應該要先學會一點日語 再去日本留學 或是我應該要先學會一點英文 再去參加多語咖啡 我應該要先學會一點法文 你再去法國念語言學校等等 好像呢 你沒有先學過 直接跑去那個環境 就是一個罪惡 或是說好像不好的事情 那當你沒有辦法先學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真的 你就可以去試驗 是不是真的這樣 如果你沒有先學 你沒有基礎的話 你去那邊是沒有用的 你是沒有辦法學會的 你一定要先上過課程 要怎樣怎樣怎樣 那時候呢 我就想要去測試 這樣的一個說法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實際去了之後呢 你個人要先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有怎麼樣的策略 你到底要怎麼學 是說 真的就是去跟他們在一起嗎 還是怎樣 你又聽不懂 他們也不會講你的語言 那我採取的一個想法就是 小朋友 比如說這個小朋友 他現在可能才兩三歲 剛學會了他們的語言 可是在那之前呢 他一定都聽不懂 也都不會 那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大人旁邊 大人幹嘛他就幹嘛 然後兩三年之後 他就很神奇的學會了 那我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採取一樣的策略 這些人不管在幹嘛 我就每天都跟他們在一起就好了 那我就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我在那邊有兩個月的時間呢 每天都是跟當地的人在一起 他們幹嘛我就幹嘛 然後 他們沒有在幹嘛 我也沒有在幹嘛 其實很自然的跟他們在一起 那個概念就比較像是 你如果是 你們家是鄉下來的 比如說嘉義足齊的鄉下這樣 然後你回你的老家 然後你就坐在你家門口 然後發現鄰居也坐在你家門口 然後你就跑去鄰居家門口 然後就坐在那邊 聊天或是幹嘛 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他們呢 高失業率 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他說你要坐在這邊 人畜無害 那你就坐在那邊 那他也不用管你的 就是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在一起就好 好 中間很多細節跳過 反正呢 真的 你可以學會語言 大概一個月左右 你都可以 大概聽得懂 大概會講 兩個月呢 真的就蠻強的 那中間的細節是什麼樣呢 你去看我的TED演講 或者去看那個雲章老師幫我寫的文章 那我們跳過中間的細節 反正就是學會了 你可以沒有基礎 然後呢 你可以沒有學過單字 沒有學過文法 然後你可以學會語言 那我那個時候呢 也不是只有我去啊 還有另外這37個美國人 那他們也都是學這個語言的 那他們對語言的想法就比較傳統 他們認為呢 學語言呢 我就是要先有基礎 我要先知道字怎麼寫 我要先知道文法 我要先知道幹嘛幹嘛幹嘛 我要做好了準備 我才可以跟當地的原住民交流 或是溝通 在我還沒有準備好之前呢 我不可以跟他們接觸 不行 我跟他語言不同 無法跟他接觸 好 我想這是很一般的想法 我辦多里咖啡辦這麼久 太多太多人來問我說 我的英文很爛 我可不可以參加 我完全不會英文 我可不可以參加 我的日文很差 我也可以去日文做做嗎 我的法文完全聽不懂 我可以去法文做做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一個成人的反應 所以他們也是這樣覺得的 所以他們呢 就希望呢 這邊的 我們這是一個營地啊 叫做田野調查學校 如果你是念人類學的話 你就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叫做field school 就是你去那邊 你進到田野裡面 去實際的調查這樣 那邊的校長呢 他自己呢 其實不想教 就是說 一個美國教授 他太太是當地人 他從小也在這邊長大 一個很神奇的人 他就找了一個 某某學校的研究生 就說 這些人想要上文法單字 那你去編一套教材 讓他們想 然後那個研究生就被請了 然後就開始教教教教教教 他們在這個田野學校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時間呢 就像在念語言學校一樣 你有念過語言學的話 你就知道 一天上三個小時 或上四個小時 然後呢 你就開始操操寫寫 然後有考試啊 有要背單字 幹嘛幹嘛幹嘛 老師會跟你講文法啊 說這個很重要 要背起來 那他們基本上是過那樣子的生活 好 那 他們學學學學學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永遠沒有覺得自己 準備好了 他們永遠覺得自己 沒有辦法跟原住民溝通 永遠沒有辦法講克修亞語 他們覺得說不行 我要再學多一點 不行啊 我要讓我的發音再好一點才跟他們講 好 所以即使呢 他們在這個叢林的環境裡面 他們都沒有去跟原住民接觸 這個環境有多好 你知道嗎 我們住的那個田野學校呢 是那個教授的私人機構 所以他請的所有的人 都是當地的村民 就是那些原住民 所以你只要一早起來 看到那個在門口掃地的那一個 就是原住民 你想跟他講話 他就會跟你講話 你想跟他講什麼 就跟你講什麼 可是這三十七個人 沒有一個人選擇 要跟他們講話 他們總是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 那想當然了 兩個月之後呢 他們什麼都沒有學會 就是背了一些單字 背了一些文法 然後回去美國 怎麼就忘記了 那裡面有幾個人 他們不是不知道 我在跟他們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有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秘訣 看起來你都聽得懂 還好你都會 那我就說那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每天他們在一起就好 他們有些人有去試著這樣做 但他們後來就放棄他們 有太多心裡面的一些想法 讓他們沒有辦法這樣做 比如說 我覺得聽不懂好尷尬 我是不是 他們在講我的話 還問我是幹嘛幹嘛 他就覺得沒有辦法 坐在人家家裡的庭院 坐一整天 或者說幹嘛幹嘛的 那最後就是這樣的結果 對照了我的經驗 跟他們大多數人的經驗 還有後面我們後續追蹤這些人 其實我跟這些人不是一面之緣 到今天都還在聯絡 下禮拜又要去找其他幾個人 因為我下禮拜又要去這個地方 別人會講為什麼 我們到現在已經五六年了 都還有聯繫 問他們後來的發展 真的就是大部分人都忘記 所以他後來又再回去 重新開始真的去跟人接觸 他們真的才學會 所以我們發現呢 那這個經驗讓我很明確的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學語言的關鍵 真的不是記憶吐司 好像我們要很聰明 你要記很多單字 要懂很多文法 我們才能學會 而是呢 你要打開你的心扉 就是 叫做 Open your heart 或是什麼 コラソナビエット 這樣子的概念 或者是 コロを開いて 看你要講什麼語言 那都可以 那你打開心胸了 不管你要不要學單字文法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可以講一下 這37個人 如果他願意打開心扉的話 每天早上至少跟那些原住民講個幾句 結果是不是就會不一樣 那他有沒有真的去上課學文法 那是其次 你可以上也可以不上 但是如果你因為沒有打開心扉 去跟人真的交流的話 你是很難學會的 而且你也會覺得很無聊 或者是覺得 啊怎麼都是單字文法 所以呢 成人應該要練習 就是當小孩子 做一些很幼稚 很覺得很丟臉的事情 那你才有辦法 真的去跟人溝通 然後呢 學得很愉快 學得很輕鬆 所以學語言呢 我覺得對一個成人來說 其實你是在做這件事情 克服心理的焦慮 去勇敢溝通 這個關卡過了 你的語言就沒有問題 剩下只是就是時間 跟累積的問題 這個關卡不過呢 你就是一輩子就是在 我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啊 我的日文還很差 我的日文還很差 這樣子的心理狀態 好那 所謂的外語教學呢 其實你在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你做的事情是 消除學習者的焦慮 幫他建立自信 讓他覺得 啊 日文是好玩的 英文是好玩的 我願意去溝通 我願意去講 其實我沒有辦法講得很好 或者說我沒有辦法用最好的字 好 那有沒有一個就是 這是真的人人都可以學會的方法 那真的就是這樣 你讓成人去打開心胸 你讓他創造一個很好的社交環境 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學會的 而不是在限於一些好像一定要很聰明 他一定要智商一百八 或是什麼 這些我們在語言學研究上面 其實你都看得很清楚 語言跟智商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跟天分呢也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如果你好好去把語言學概論這本書看完 你就會知道他跟智商跟天分真的都沒有關係 他跟什麼比較像啊 跟消化比較像 就是每個人都會消化 你會消化我會消化 那我們都只要是正常的人都可以消化食物 那問題是大人你要再多加一個步驟 就是你要讓這些心裡面的一些負面的想法去掉的話 那你有一個環境的話 你真的可以學會 那反而是我們一般講的那一些 學文法啊 學單字那些方式 那個不是所有人可以學會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其實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可以用那種那麼暴力 沒有人性的方法 把語言學會喔 是倒過來的 因為常常會有人問我說 是不是你很聰明啊 你怎樣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講的剛好相反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不聰明 你沒有天賦 然後你沒有怎樣的話 你反而要用這個方法才可以學會 那其實對我個人來說 你要我去用那種很暴力的方法學 我能不能 其實我可以啊 我就是很會考試念書啊 我就是很會剝削強技啊 可是即使我這麼會 我要很誠實的跟你講 那是不好的方法 而且只限於那一線很會考試念書的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那就是以上這些學習的經驗 它背後是有很完整的理論跟研究系統 不是我隨便跟你亂講的 就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這是什麼呢 那這是一位很有名的學者 你可能不一定喜歡學者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他講的話是有道理的 我們看他是因為他講的話有道理 不是因為他是學者 不是因為他是哈佛畢業的 那就算是哈佛畢業的 他講話也可以沒有道理 那你就不應該要聽他講 那他講的話是有道理 那我推薦他的著作呢 叫做這一本呢 叫做The Natural Approach 如果你對於就是 整個他的理論啊 還有就是很多探討 關於學語的問題有興趣的話 我推薦這一本著作 那他應該是沒有中藝本的 讓你知道看英文的 所以他在裡面呢 大概要講的概念呢 就是關於學習與際遇 特別是語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每次演講我一定要講的東西 所以你聽過的人已經覺得很無聊了 但是我還是要再講 因為有人可能沒有聽過 你們覺得學數學跟學騎腳踏車有什麼不同? 好 有沒有人是第一次聽我講的 好 那第一次聽我講的 我們來一起想一下 你覺得學數學跟學騎腳踏車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數學就是很理性的東西 嗯 我覺得數學就是很理性的東西 嗯 因為腳踏車就是要突改 嗯 慢慢的拿來 嗯 好很好 那你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數學應該是多極性 嗯 想要說就是多疊幾次 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誘導大家去想一些 就是很具體的不同 我們從記憶上來看的話 這個會不會忘記? 這個會不會忘記? 不會對不對? 好 這個所有人都可以學會嗎? 有人搖頭 我也要搖頭 但是我要請數學很好的 那個手語大師來幫我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請你告訴我們 你覺得數學是每年都可以學會嗎? 嗯 就是 我覺得從學校考試的結果看出來裡面就是有很大的差 但是那個 那個上次演講的時候你問我的問題 我後來我也有直接上討 其實數學有一部分是跟西的蠻像的 嗯 所以你跟西灣話的 嗯 好 好 那我想大多數的人應該是覺得數學沒有辦法每個人都學會 包括我自己 那 那我每次喜歡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會的人呢 他 比如說有個數學問題 你國中或是高 高中的時候一定問過 一個圓上面如果有五個點的話 請問他可以連成多少條線? 好 會的人像 手語大師 他就是馬上就知道答案是10 那像我這種不會的人 就是紙筆拿出來 然後開始畫 哦 後來發現原來真的有10條線 可是呢 考試不會考你五個點 他會考你20個點 那20個點怎麼辦? 加起來 所以我不知道啊 20個點要怎麼算 呵呵呵 好 所以一個圓上有20個點可以連成多少條線? 190 為什麼是190 就是190 哦 是嗎 要再除以二 要再除以二 為什麼? 因為會錯過 因為A到B到A會錯過 你看 所以這就是會跟不會的差別 那當他考你20個點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 我們就怎麼用畫的 你怎麼可能在考卷上畫一個好大的圓 然後你要點20個點 然後開始嗯 19條 18條 17條 16條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會的 好 那第三個我要 就是誘導大家去想的是 這件事情需要有人教嗎? 或是 這真的是在教嗎? 還是說 這個人不在 反正他就是一直去摔 他就會學會 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有人教? 好 這些都是他的不一樣 那在語言的世界裡面 到底是這一種呢? 還是這一種? 那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這邊就要考大家國中的英文 那第一次聽的 那我來問你一下 你覺得這一句英文好不好? 我們好不好的定義 不是說看得懂看不懂 就是說 這是不是正確的英文 那什麼叫做正確的英文呢? 我們先用中文來舉例 比如說 我明天高雄去 這是不是一句正確的中文 不是 可是你可不可以聽得懂 就是我明天要去高雄嘛 那我們不能用 能不能聽得懂來決定 而是說 這句話可不可以這樣講來決定 然後 你第一次聽的朋友 你覺得 這是不是好的英文 不是 為什麼? 因為 應該是指大人 為什麼? 因為 下年是正確的 做一代人 所以 不能用作文 要用正 好 那第一次聽的朋友 第二句是這好的英文 為什麼不是? 因為 是未來的事 那後面下一個 那是現在的 好 所以 這個國中文法有指標說 這個Will 是敘述未來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跟現在混為一談 那你們的國中英文都學得非常好 好 但是呢 這不是我要問的第一個 問的問題 大家注意一下 剛剛 你做錯誤判 正確或錯誤判斷的時候 你是用一種數學式的思維 還是用腳踏車式的思維 是數學式的 你是用有一個公式 然後符合的就成立 不符合的就不成立 好 那語言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只是 某個部分是這個樣子 或者說這其實是一種 某種特殊條件下的產物 如果現在換成是這個 然後這次問全部的人 只要是你第一次聽的 一樣 你想說壞掉的中文 壞掉的中文在哪裡? 好 為什麼? 念起來不遂 念起來不遂 好 那你是怎麼判斷的? 是腳踏車式的判斷法 還是數學式的判斷法 腳踏車式 對嗎? 你有理由嗎? 沒有 好 那你需要理由嗎? 沒有 對 好 那為什麼這邊要理由? 這邊呢? 欸 判錯了 這邊不用理由 好 而且不用理由的時候 或是沒有理由的時候 你的自信心是不是破表 對 就是覺得這一定是錯的 今天什麼國學大師來跟你說 這是對的 你也不會相信他 會嗎? 一個國 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出來說 你書廣東東是一個很好的中文 你會相信他嗎? 不會 所以 那 你能怎麼解釋 就是這邊跟這邊 你完全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 而且這邊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比如說 你剛剛做了這樣的一個判斷 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就是你覺得 我依照這個第三人稱 單數叫做S 這樣的一個數學公式去做判斷 這是不好的英文 那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90 90 那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這個Will是未來式 所以不可以跟腦混我一談 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不曉得 不曉得 可是這邊我想大家的自信心都是100 我今天應該沒有要討論 到底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只要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 那個英文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就是 出力語言 克拉森說他發現 人們是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在做的 一個是用騎腳踏車的方式 叫做語言習的 那另外一個過程就是你把 語言當成一種知識或是物理數學的運算 然後這個過程叫語言學習 那還有一個領域叫做教育 所謂的教育呢 是說呢你去學四字啊閱讀 跟語言本身無關的 就是核心能力無關的一個過程 那比如說你已經學會了中文 你也知道怎麼講怎麼聽 然後你上了小學之後 你不是會去學注音嗎 學照樣照據或是去看書 這一些教育呢 都跟四字跟閱讀有關 可是你絕對不會學過 就是這個過程的中文 所以像剛剛那個中文啊 如果我拿去問師大國語中心的外國人的話 他們會給我這樣的答案喔 他們說第四句不對 因為把後面要接object 叫做把後面要接受詞 那你聽到已經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根本不關心 那是不是把後面要接受詞 這句話就是不行 但他們在那樣子的訓練之後呢 他們會呢 就會覺得那個叫把加object 所以你一輩子呢 你是絕對沒有學過中文的 文法的 你就是直接吸得他 然後你接受的教育 那大多數人學英文或是學其他外語了 你會用這種數學式的邏輯 或者是 就是一種學知識的方式 他叫做語言學習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 你用語言學習去學的話 你看你其實有很多問題嘛 台灣的英文教育 你可以說是成功的嗎 其實不行嘛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 其實全世界的外語教學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這樣的邏輯在進行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回來想要開始做多語席德 或者說多語咖啡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你有語言學習這樣的一個知識型的方式 去做語言教育的話 首先第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有80%的人會被犧牲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才知道 數學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會的對不對 大家都同意嘛 那如果你同意的話 你以前有好好的觀察 你也會發現 不是每個人聽得懂 叫做第三針 單數加S 過去是加ED 好 這個還是簡單的喔 所以國一的時候 你的同學 不管愛念書 不愛念書 英文斷考 第一次第二課 可能大家都90幾分 可是當你到國二國三的時候 開始出現一些很奇怪的概念 叫做 HEF加PP 過去是HEAD加PP 代表過去與現在的四符 不符 DOT先行詞跟WICH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逗點後面加WICH 跟逗點之前加WICH 就是說逗點之後不可以有DOT 這樣子的這些各種不同的規則 然後它就出現了 好 那當你用這樣的方式去教學生 而且學校系統 只給你唯一的選擇就是 你一定要會這個 要不然你不能學會英文 那80%的學生呢 就像我在高雄的一個學生 他是一個健身教練 他就是放棄學英文 他覺得 英文為什麼都是在玩這些文法 而且都是我聽不懂的專有名詞 然後他就放棄英文了 覺得英文很難 而且老師又給大家灌輸一個概念 就是你不學文法 你就沒辦法學英文 你文法學不好 你的英文就很差 那80%的學生就因此 這樣被放棄了 所以呢 就像這個教練 他說他在高雄 一路以來就是念 放牛班 念最爛的高職 再念最爛的科技大學 哪一間我就不講 你們可以去查 高雄最爛的高職 跟高雄最爛的科技大學 很想學英文 因為他想要把 他的健身的理念 推展到全世界 想要去加拿大 想要去美國上 最棒的健身課 可是沒有人可以教會他英文 他找了很多家教 上了很多補習班 每個人都跟他說 你要背五大基本句型 你要背ED 要過去4加S 他說不行 這個我聽不懂 或是硬背了 我忘記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人 我就把他叫來 我說你可以都不要會那些 但是你還是可以學英文 那我就用所謂習德的概念 跟他講說 你可以不懂那些 但是你用一個自然的方式 有趣的方式去接觸的話 你接觸夠久 其實你可以學會 所以如果這邊有從教育的從業人員的話 我要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說很多孩子 他不是不願意學英文 他只是被限制了他學習的方式 我們剛才說過習德是一個所有人 只要他去接觸他就可以學會的方式 那你只要給他習德的方式 他是可以學會的 至於考試 你用那種 ED沒有寫就扣一分 S沒有寫就扣一分的方式 複數沒有加S 慕斯沒有想寫什麼 慕斯的複數是什麼 MIS嗎 不是 忘記了 慕斯的複數就是慕斯 慕斯 那個 迷路啊 的複數應該就是 慕斯的慕斯 複數好像就是慕斯 慕斯才是GIS 可是慕斯不是MIS 你一叫他玩這些東西 他就是不行 可是你叫他去聽英文 比如說我就說 你喜歡健身的 我們每個禮拜都來聽健身的影片 我跟你一起看 他就可以聽 然後你講給他聽 他也知道 他回去不斷地重複 他也可以聽得懂 那語言不是就是你要聽得懂 然後你可以講得出來就這樣 那你為什麼要強迫他說 要知道慕斯的複數是慕斯 不是MIS 慕斯的複數是慕斯 不是慕斯 這樣子的東西 那 再來呢 還有所謂的一般成就 就是大概占百分之到十萬 這個百分比都是大概抓了一個 你要去看真的做研究 你才會知道 那他們呢 就是大概考試都考六七十分 然後呢 覺得 好啦 勉強考過了 勉強上了國立大學 勉強考上了公務員 這樣子 可是一直以來呢 都學的英文 覺得很沒有自信 不會講 覺得很難很無聊 那這是一般的成就 你用語言學習 這樣的 這麼精英式 這麼 數學式 這麼邏輯式的方法去學呢 會有百分之一到五的倖存者 就像這種 都唸一女中 一中 然後唸台大 唸正大 唸清大 教大 然後英文考試 只考都考九十幾分 學測考最高標 然後十五幾分 你叫他考多義呢 他就給你考九百多分 然後考金色證書 怎樣怎樣 可是這些人 難道英文就學會了嗎 也沒有辦法 像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是誰我就不講了 他就是所謂的 台灣升學體制的得勝者 永遠都是唸第一志願 英文永遠都考最高分 好 台大也唸第一志願 研究所也唸第一志願 研究所考試是第一名考進去 好 可是他出了社會之後 真的要開始使用英文 你看他說什麼 他的口試是等級一 就是跟沒有學過是差不多的 好 那所以這一套語言學習的這樣一個方法 是問題很大 好 即使是這一些很會考試念書的人 他頂多就是讀跟寫考試 或是文法這些他可以弄懂 或是說你叫他聽一些正式的聽音 他可以聽得懂 可是你真的叫他真的使用英文 他還是有很大的障礙 那我們也不要就是唱衰台灣 說好像就是台灣教育就是很爛 其實全世界的語言教育都一樣爛 你去日本看也是一樣 你去韓國看也是一樣 然後你去中國看也是一樣 你去菲律賓看 你去厄瓜多 你看他們的英文教育 菲律賓是英語系國 你去越南看他們真的有比較好嗎 你覺得德國文英文很好 那他們難道上德文 他們的英文課就上的不一樣嗎 你去研究看看 所以這一個呢 一個US Census 美國他們自己做的教育研究 也是一樣 美國最多人學的外語叫做西班牙文 那這篇研究呢 就是告訴你說呢 這些學了大概十年 或是六七年以上西班牙文的美國人呢 最後大學畢業呢 真的能使用能講的只有百分之一 所以呢 你的在美國你的語言外語教學的失敗率是99.5% 那你去美國實際看他們怎麼學語言的 其實就跟我們這邊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挖洞給你跳 然後呢叫你被動詞變化 然後跟你講文法 然後也是搞的美國學生都覺得 喔西班牙文怎麼這麼無聊都在學這些東西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明明不會講西班牙文的人 在教西班牙文 就跟日本台灣有很多不會講英文的人在教英文 這樣是一樣的 好 那所以為了改變這樣子的整個現象呢 那又是真的把我所學呢 應用在這個真實社會當中 所以我其實那個 碩博士一貫的課程 我是唸到一半我就不唸了 我把碩士拿掉我就 exit 我就跑掉了 我在美國研究所其實唸的是一個 MS PhD的這樣 MA PhD的這樣一個program 就是你可以唸完 然後一直唸到博士 就五年拿到碩士跟博士 好但是我做到碩士呢 我就跟他說那我找到我的人生的方向 然後就不繼續唸下去 因為我覺得我要追尋語言的原理呢 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那現在是把這個原理拿出去 然後實際呢做一些對大家有幫助的事情 好那所以呢 那我就回來開始做多餘咖啡了 應該說整個就是創業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在想幾個 就是以台灣的學習者來看 你根本遇到了幾個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有過多的語言與溝通交流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一樣我們不要唱衰台灣 日本也是一樣 韓國也是一樣 中國也是一樣 所以呢同樣的東西呢 那等一下就會講 欸拿去日本 大家接受度也很高 所以大家都來多餘他 所以問題是一樣的 好那再來是缺乏語言習得 或是多語習得這樣子的觀念 好為什麼放這個圖 如果你念過心理學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誰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知道手裡神人一定知道 可是你念語言學沒有念到他嗎 怎麼可能 那你念過他沒有念過他 這個人叫史金納 那你有沒有聽過行為學派 行為學派的這些心理學家 就是認為人跟狗沒有什麼差別 你的所有的行為都是被制約出來的 只是人的行為可能就是被制約的比較複雜 好 那所謂的缺乏語言習得的觀念就是說呢 大部分人認為呢 語言呢仍然是一件就是跟訓練狗一樣的事情 我們就是要不斷的把你揪錯 揪錯你錯了就要打或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是要背 你不背呢 不被打不修正 然後不怎樣怎樣的你就沒辦法學會 好 那語言習得的觀念是跟這個相反的 因為喬姆斯基呢就觀察到你的說法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發現語言是一種創造它是有機的 一個小孩不是因為他被打被罵學會自己的母語 而是因為他接受了父母親的語言的自然刺激之後 自己長出了語言 這跟腳踏車是一樣的道理 你不是因為父母親跟你說怎麼騎腳踏車而學會 而是因為呢 你自己不斷在那邊嘗試你學會這件事情 好所以呢 那大多數的所謂的台灣的學習者 亞洲學學習者沒有語言習得這樣子的觀念 所以一直把語言看成是一個學術性的東西 一個知識性的東西 然後不是自己可以學會的 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學會 而最後一個是缺少環境呢 也缺少創造環境的能力 就是現在是21世紀 如果你是50年前你跟我說你缺少環境 也不能創造環境 那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你學語言的唯一方法就是那本字典跟文法書 好現在是21世紀 你有這個有那個 你可以玩網路遊戲 你可以幹嘛幹嘛 你可以花480塊 就可以跑去菲律賓的克拉克 現在趕快去買亞航今年暑假 有那個特價 飛去克拉克 那你說沒有環境 不知道怎麼創造環境就說不過去 所以一樣呢 我希望呢 我創造的這個事業 是可以幫助大家有一個環境 也可以讓大家知道怎麼去創造環境 好 所以這就是我的創業的原則 改變學習者對語言的認知 然後創造真實的語言環境 好 那怎麼做呢 我就開始檢討一些既有的東西 比如說 母語家教育對於繪畫課線上教學 我覺得這些呢 都不是很真實 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環境 那大家還是處在一個上課 覺得我來學習知識這樣一個系統 所以這不是我想做的 好 那有人說那你就每天去酒吧裡面 然後跟西方人玩在一起 或是說跟日本人玩在一起 這樣人人學會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可是這樣的環境呢 不夠單純 而且這個社交障礙太高 不適合一般人 我想在座有幾位 你會去這種地方 然後玩到半夜一點覺得很好玩的嗎 應該沒有幾個人嘛 對不對 我們都是9點聽完演講 就要回家 然後早上6點就要起來 叫你去說 為了學英文 每天去這邊跟人家把酒言歡 對不行 所以這個也不行 或是呢 你要學日文 你就去臨聲北路 然後跟日本人這樣子 這些是好的方法 它真的有效 可是這不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去做的事情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我可以不代表你可以 也不代表大家可以 所以這些都不行 那我在學語言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我住過巴黎 住過東京 住過大阪 那我常常會去參加的 就是這種語言交換的活動 比如說這是在巴黎的時候 我每天呢 花一個半小時 跑去巴黎市中心 因為我學校離巴黎市中心很遠 然後呢 晚上再花一個半小時回去 然後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那現在台北也越來越多這種活動了 可是我發現這種活動也有一些問題 這是一個自生自滅的系統 因為你去了沒有人會照顧你 沒有人會關懷你 那你去了那邊 不一定可以練習你想講的語言 因為你想講某某文 但是某某國人不一定想跟你講某某文 那你說你去語言交換 那是否公平 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他想講中文你想講英文 那到底是他講30分鐘 還是你講30分鐘 還是呢我常常去一些日本人跟台灣人的交流會 那日本人就被霸凌嘛 對不對 就是台灣人一直跟他講日文 講講講講講講講 那你知道日本人的個性就是 就是不會拒絕人家 所以就一直聽日文 然後其實他很想講中文 他沒有辦法跟你講 那或者是最後都只講英文 沒有互相照顧 然後其他一些秩序上的問題 就是什麼男女關係啊 什麼奇奇怪怪的一些 搞直銷啊 然後覺得這個不好 那我就想說 那我怎麼樣創造一個環境呢 讓大家真的有在真實社交 又有效率呢 於是呢我就在東京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系統 叫多語咖啡系統 所以呢多語咖啡不是我發明的 是我從別的地方抄來的 所以我是一個盜版者 沒有錯 然後那我去 我在東京工作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這樣的地方 然後我每天晚上都跑去 為什麼每個晚上都跑去呢 因為他很好玩 他是這樣的 他每天晚上呢 現在下午也有 都有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這邊就寫英文 Monday 英文 葡萄牙文 瑞典文 這是什麼意思呢 當天晚上呢 他會找至少這三個國家的人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陪你聊天 你想聊什麼你都可以聊 想問他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想問他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那就一個晚上就在那邊 星期二 Tuesday 英文 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 俄文 一樣 那今天就找至少四個人 那他就坐在那邊 都是那個國家的人 他就陪你聊天 那你晚上呢 就是從六點到十一點 你只要付了錢 你就可以從六點到十一點 那你想要講幾個語言 或是跟幾個人聊天呢 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那這些人呢 也不是為了說真的賺錢 或是幹嘛 他就是覺得很好玩 我要交朋友 我要坐在那邊跟你聊天 然後 我一直去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 叫做呢 如果你是 foreigner 的時候 你只要付五百塊 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話 你知道你要付多少錢嗎 你要付日元一千九 大概就是日元兩千這樣 那因為外國人只要五百塊 而且你還可以 all you can drink hot coffee and tea 然後就這樣 就在日本五百塊日幣 沒什麼嘛 大概就是台幣五十塊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跑去 然後在那邊四五個小時 然後盡情呢 去講這些語言 那我實際使用了半年 三個多月覺得 這很好啊 那也很輕鬆 也有就是交朋友 然後你就是真的沉浸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帶回台灣 好這邊就有寫了一千九 然後我就開始想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帶回台灣 然後以下呢 就要來講呢 有趣的多語咖啡的創業的故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整理一下他的特色 這個為什麼好 因為你可以充分練習目標語言 真實的社交環境 這些人呢 他是真的很友善 他想來做國際交流 最低進入障礙 有人在那邊管理秩序 你也不會覺得去人那邊無所事從 你可以自由體驗多元語言文化 練習打開心熊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即使不會發文 你願意過去聽他們在幹嘛 就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環境很單純 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 因為一切都是有掌控的 這些桌長也會負責維持秩序 好 那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桌長 這樣一個概念 他基本上是志工的 他們不是真的來賺錢的 就是好玩 然後他們來創造語言使用的氣氛 那他也沒有教你 他就是來玩的 然後你要跟他講什麼就講什麼 但他不是老師 所以他不會很自信 我們來五段動詞變化一下 法文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虛擬式 怎麼做 這些都不會 就是這樣一個很自然 類似在母語的環境的環境 好 那 來的人你要有這樣子的心態 你是來交朋友聽有趣故事的 你要保持愉悅的氣氛 每一桌都去做做 記得你要是來玩的 不是上課的 你會得到最多東西 好 我就決定從這個地方開始創業了 那你要怎麼開始呢 我就在想 因為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之前事情最好 就是你的起死的資金非常低 其實你不需要什麼錢 你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呢 競爭 進入障礙D 因為呢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只有我知道 然後呢 我的技術非常的熟練 就是跟人交朋友 是非常熟練的技術 然後 你可以聚集人潮之後 你可以做別的事情 然後呢 最後一個是 我自己覺得他很好玩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我自己覺得他很好玩 那你去招兵買馬 跟這些世界各國人的周選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使用那些魚 那我就可以在台灣 幫我自己創造一個說 多國語文的環境 可是我覺得這太棒了 這件事情就算不賺錢 我都可以一直做 好 然後我就開始了 好 所以呢 那你要怎麼開始呢 好 第一個呢 你要去收集世界各國的母語人士 對不對 你的活動重點是 你要有一個桌長 大家才會來 如果你說我今天要辦一個活動 來 台灣人自己練英文 自己練越南文 你要參加嗎 就坐在那邊好 我們開始講英文 坐在那邊我們開始講日文 你要參加嗎 我想是很難的 就除非你弄了很多很多制度 但是 其實不容易 而且 可能也不會很好玩 所以我第一步呢 就是我回來台北之後呢 大概就三年多前 2014-05 我就開始跑 各種不同的 這種外國人會聚集的地方 或者是任何的聚會 然後開始去聊天 然後就 然後就說 我想要做這個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 這樣 把我的idea跟他們講 然後這些外國人很多人都很有趣 這好棒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做 那 過程呢 意外的順利 可能是因為我技術熟練 可能我很會搭訕 所以呢 很多很快就聚集到一批人馬 世界各國都有 那個八國聯軍 然後每個人都算 讓我們來 就是一起辦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呢 找到外國人之後 那你還要找台灣人 那你就要開始寫文章 現在都是網路行銷啊 反正你就一直寫 一直寫 那很幸運的呢 我寫的東西呢 雖然措置很多 但是大家都有看 然後呢 就有越來越多人 然後所以 有人了 然後呢 接下來你要找場地 找場地 這個就比較難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台北其實有過多的咖啡廳 然後 有在賺錢的咖啡廳 其實是很少的 然後我就上PTT的創業版 然後開始去找 然後就找到一家店 然後看起來生意很差 然後呢 我就說 欸欸欸欸 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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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談個價錢 談個時間 然後欸 發現他生意真的很差 然後 他什麼時間都好 這樣 雖然費用是貴了一點 但是沒關係 反正你 虧就是虧那個場地費 可以接受 然後呢 有場地 然後呢 有人 然後又有台灣人願意參加 欸那這樣就好啊 那你就開始登高一呼 就說欸我們下禮拜 開始要辦多餘咖啡 然後 欸就出現了 那我就開始在台北市辦多餘咖啡 大概是2015年的3月的時候 然後你看我們比如說 這是其中一場 創始期的 我們找了一個海地人 海地人的母語呢 是海地的克里歐語跟法語 他就坐鎮法語桌 然後就有世界各國的人啊 然後就來講法文 講講講講講 好 這是創始期的這些人 像這都高手 這個是那個 很厲害的那個日本先生 然後這個是Teddy 然後這個是那個 很有爭議的 在賣教材的那一個 然後這個是初書的 這個福大的 都喜歡加正妹帳號的 虧北客人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呢 活動呢 就一直辦一直辦一直辦 一直辦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多餘咖啡 它是怎麼營運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講 你的支出呢 就是你的桌長的車馬費 加場地費 還有你的人力 因為櫃台需要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些人要去負責 跟這些桌長聯絡 好 最難的部分我覺得是 你的人力跟桌長聯絡 你看 如果你有去過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 比如說西班牙的母語人士在這邊 然後英文的母語人士在這邊 或者是說 日文的母語人士在這邊 好 你要每個禮拜都不出包 難不難 有客人來了 他說今天怎麼沒有日本人 難不難 很難齁 好 所以我們出席的時候呢 就是我一個人全部包辦 我要管大概三四十個外國人 有墨西哥的 有南非的 然後有什麼奇奇怪怪的 然後有日本的 好 那他們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的個人狀況 他是拿合法的簽證 還是不合法的簽證 那這些我通通都要知道 然後呢 他平常在幹嘛 他會不會突然不來 比如說墨西哥人 就會給你突然不來 密魯人就會給你突然不來 這些你都要算進去 然後你要想好 他出包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真的出包的 你要怎麼跟你的客人賠不適 這些都是最難的挑戰 因為我們的桌長 雖然有領車馬費 可是他們都算是志工 所以基本上他只要不來 你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他真的就是 百分之百的志工 一個英語母語人士 他隨便去外面交一個小時 都是六百塊七百塊起跳 有些人收到九百一千 他來這邊給你領個一兩百塊的 吃什麼 你要跟他說 每給你飛要來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最大的困難就是 在這邊的協調 然後還有就是 都回國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高雄 英語桌的都回國了 然後你要去找新的人 然後突然有時候 日文的全部都回國了 然後你要去找這些人 這些都是困難的地方 好 那所以呢支出呢 大概就是這些 那最貴的都是場地費 你的營收呢 就是入場費加人數 好 那你看了這樣子的公式 你就知道 即使我們台北那邊 收兩百五十塊 你是不可能賺錢的 你頂多就是有一點盈餘 可是下次今天 人少一點的話 你基本上就不行 好 場地人力這些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在台灣是不能賺錢的 但是呢 不代表在日本不能賺錢 好 那再來我們去看呢 為什麼繼續做下去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我自己覺得好玩 好 那我就繼續做 所以呢 現在呢 等一下 高雄也有 台南也有 台中也有 好 那在中南部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繼續這個活動 好 你在台北收兩百五 大家會買單 對不對 至少我們做了三年 現在是正的 好 然後 大家覺得兩百五是可以接受 有沒有人是從高雄還是台中來的 你去高雄辦這樣一個活動 你收兩百會不會有人去 完全不會喔 一個人都不會來 然後 你收一百塊會不會有人去 他會來然後問你說 沒有東西吃喔 好 所以我們高雄跟台中的活動 我們的入場費只收一百塊 好 那高雄更誇張 我們錢 一直到這個月 我們都讓學生五十塊 有時候 會有人上來就說 要五十塊喔 那我不要 不過就講台語 就你爸不會給我 那你說那你這樣怎麼活得下去 你還是有這些啊 我們在中南部呢 找到很多咖啡廳跟客棧 因為他們的生意實在太差 他們想要有一些行銷 所以就說 啊你們來辦啦 那場地真的不用錢 然後什麼都不用錢 那反正你只要有活動在我們這邊就好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可以去辦 但我要再加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我要住你這邊的時候 免費讓我住 所以你常常看我去高雄 常常去台中 去台南 都是住免費的 而且住很多年了 然後呢 東西都丟在他那邊 然後寄物櫃 什麼書啊 買什麼東西都 郵購或網購都遞到他那邊 第二個條件 我要用你的場地開課辦活動 你全部都免費 那所以我在中南部用這樣的方式 讓多餘咖啡繼續活下去 那收100塊這件事情 短期之內是無解的 中南部的就是不願意買單 你收個150 他就不要來了 那我們的就是 你也可以說是我們的 就是同行 比如說在台北有另外一個 辦很大活動 也是這種語言交換 國際交流 他們去高雄 想要維持就是收200塊這樣的 傳統 你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倒閉啊 所以現在高雄剩下我們家 在很努力的辦國際交流活動 另外有一個叫做 語言交換在台北的那個 很多人他們在高雄的已經倒閉了 因為他們就一定要收200塊 那一定要收200塊 高雄的就是不會去 所以 這個是目前在中南部的情況 雖然呢 這個東西沒有讓我賺到錢 那好玩呢 其實我就覺得我已經沒有虧了 那再加上呢 其他附帶而來的利益 像是什麼 像是那個雲章老師有來幫我採訪 對不對 那你有採訪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出書 可以上男人幫 對不對 然後你還可以去講TED 那這已經超越我原本的預期了 我原本的預期只是呢 我在台北一間快要倒閉的咖啡店 然後呢 弄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 自己嘻嘻喎喎 然後認識很多外國人 看做到沒有錢 自己沒有錢了 那就算了 結果一直做做做做下去 結果先倒閉的是咖啡店不是我 他真的倒閉了 所以你以前參加過我們活動 你知道我們第一個場地在哪裡 在啄木鳥咖啡對不對 然後他們已經倒閉了 因為呢 到後期 他們的營收超過一半都是從我們來 然後那個 又沒辦法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多餘咖啡現在的現況跟一些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雖然呢 號稱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市立都 像這個是台南 不要看這個人很多 這是第一場 那現在每個禮拜都是五個人 台中 台中 現在還可以 就是有一批粉絲支持 然後現在的店長呢 他們家也是家財萬貫 所以他也沒有再說這個要賺錢 他本身是加拿大人 所以他也覺得這好玩就好 高雄看到這樣人很多 市人真的蠻多的 可是高雄人就是很摳 所以他有財務的問題 所以有財務的問題 但是這邊這一間青年旅館呢 老闆也很有錢 所以呢 我們就沒有再怕了 就是呢 這邊呢他不會倒閉 他也不會倒閉 反正我們就繼續在那邊 好 那現在還有增加大阪 去日本辦其實最輕鬆啊 覺得自己不同的國家比較難對不對 其實沒有啊 為什麼 我在日本的活動一場收日幣1500 然後每次去辦都來三四十個人 四五十個人 好 那我就馬上就拿現金回來台灣 所以反而大阪比較容易 而且這個是跟你的城市的國際化 是有一定相關的 台北你覺得很國際化 是聯合國 那你真的去亞洲其他的大城市看 你就知道台北其實只是一個中小型的城市 你的國際化程度就是到這樣子 大阪又比台北再上一個階層 就是更國際化 所以你辦這種活動的話 那更多人會想要來參加 東京又是另外一個檔次 所以這樣子的活動有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剛才那家多餘咖啡店 那才可以每天都在營運 每天都在營運 好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會去大阪多辦活動 反正大家喜歡 反應也很好 然後你又可以賺錢 為什麼不做呢 還可以提升自己在日本的城市 好 那也是很開心啊 你就看到就是這些人這樣跟你玩 好 那下一次我們九月還會去辦 好 那其實有很多問題啦 我們多餘咖啡一直做 直到現在 好 那很多人來參加 都覺得聊天就要叉叉圓 那我寧願去上補習班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學語言還是在當作學科 那這個沒有辦法 短期間就改變 那我們的同業一些朋友 也是一直在想要改變大家這樣子的想法 像高雄常常都有人說 喔 那你這邊叫100喔 那我去報那個巨匠 還是報那個救國堂還比較好 那英文很差還不敢去 這也是心理上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這樣 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個也是很大的問題 這其實是亞洲學生的共業 你去留學你就知道 上課亞洲學生有點不會發言 因為你從小沒有練習要講什麼 所以我即使給你這樣一個環境 你都不知道講什麼 就是要練習 然後都聽不懂不知道幹嘛 桌長來來去去 喔這個其實是最累的 這是你在辦的時候 哇下禮拜英文生不出人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有時候就只好說 今天英文桌長就是出差 所以我們自己自喜 或是說就這樣休息 好那在團隊成員 團隊成員我們其實是多少 都是用熱情經營的 沒有說真的有賺到錢 或是麵包 就是大家真的喜歡 好那如果熱情消失的話 這個活動還能繼續下去 就是一個問題 你看我們高雄跟台中 還有台南在幫忙做的 是真的一毛錢都沒有領 那台北因為有一點點的盈餘 那他們還可以就是一個月一兩千塊去吃好吃的 但其實花的時間也覺得是超過就是 呃非常多 好那這些問題都要再去解決 那我覺得繼續辦下去呢 應該會越來越好喔 好那最後還有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來講一下我們其他做的一些事情 你一定會很好奇就是那你做這些 你都沒有賺錢 你怎麼賺錢 那我現在來講一些我賺錢的項目 呃這是我們的網站啊 所以上面會有很多活動 多國語言習的活動網 好那 真的有一間公司 可是這間公司呢 就是讓我們每個月賠三千塊 就這樣 因為你基本上沒什麼營收 然後呢你也不能幹嘛 你就是繳一千五百塊給會計師 然後還有一千五百塊呢 給什麼 喔因為你要租一個實體地址 然後那個實體地址的人就會跟你說 那你每個月要繳給我一千五百塊 好那你沒有賬 可是你還是要做假賬 所以你要給會計師一千五百塊 要不然國稅局會覺得 你這是空殼公司 是不是在幹什麼非法勾當 所以呢 這間公司每個月 就讓我們虧三千塊 已經虧了三年了 所以我存進去的十萬塊 已經快被扣到零了 你成立一間股份公司的時候 不是要說你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資本了 然後聽說現在沒有資本的限注 所以那我存十萬塊 那每年扣三萬六 現在三年下來已經差不多要扣了 那接下來呢 再用不到的話 再沒有營收的話呢 就要去申請停業 然後那又是另外一筆錢 然後你就被扣到付了 然後那 我們做什麼呢 我還有做多語習德講座啦 那就是我開課 來教 為什麼 習德是這樣 然後你怎麼去做 然後你怎麼樣 還有一些語言學的知識 那像那個 手語神人呢 他就有來聽過 好 那 那 也有在做技術家庭 那這是一個 有趣的 跟人家合作的活動 那這個 也跟賺錢有什麼關係 就是一個這樣的活動 好 這不是我的 只是有一群日本人 他們很熱心的 想要推廣 就是國際交流 那他們有這樣的活動 那我剛好有幫他們做 好 那我除了呢 就是上課呢 去演講之外呢 最近 一兩年呢 有一個新的點子 叫做海外沈浸式語言習德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好 那個雲章老師的美呢 就是有海參加 好 那下次可以請他來分享 他們到底去做什麼事情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點子呢 好 我在二瓜多學語言的時候呢 發現呢 最重要的就是 打開心胸跟人溝通嘛 然後你真的要學得最快最好的話 你就是去那個國家 然後你二十四小時 可以使用那個語言 然後你又願意跟人家溝通 知道怎麼溝通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一般想要出國留遊學的人 是不是都找這些留遊學代辦 好像這樣 好 但這個模式呢 其實很奇怪 為什麼 就是我以前 十年前拿了一個 德國交流學助總署的書籍獎學金 然後去 德國這一間大學呢 念所謂的語言學校 就是所謂的流遊學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這張照片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呢 只有一個人是德國人 就是你的老師對不對 雖然 人家負錢去 可是你有沒有想著 你花了這麼多機票錢 花了這麼多時間 然後你跑去德國 結果你都沒有跟德國人在一起 你就參加了這樣一個團體班 然後大家都是世界各國人 然後也不是在講德文 那你幹嘛去 如果你要上 只有一個德文老師的課 那你去德國文化中心 去那個歌德就好了 那你幹嘛飛到德國去上 歌德學院的課 好 那實際去的體驗呢 就是呢 一整個暑假下來 我覺得德文沒有進步啊 因為你都是在跟這些 世界各國人講德文 那你說你去的那邊 不會認識德國人嗎 非常非常的難 你基本上認識不到 而且我已經處心機率 就是要去跟德國人在一起 但是你就是找不到那個機會 跟找不到那個入口 所以最後整個暑假下來呢 我只有跟這個人講過德文 就是唯一的一個德國人 那其實你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聽過人家一些 去念語言學校的經歷的話 所以大概差不多是這樣 你如果用這樣的模式去 留遊學的話 你應該就是無法真的學到 就是那邊的語言 你也沒辦法教到那邊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 這個傳統的流遊學系統 是非常沒有效率 那其實呢 我們的孟子先生呢 就已經跟我們講過這個道理了 在兩千年前的今天 應該是兩千年前的今天吧 有的戰火時代 他就有這麼一篇 他說呢 由楚代夫於此 欲其子之其於也 則使其人付諸 使楚人付諸 喜歡看文言文的朋友 你已經看懂得在講什麼 如果不喜歡看文言文的話 那我幫你翻譯一下 就是 歷史背景 就是在所謂的戰國時代 沒有中文這件事情 就是所有國家的人 都是在講不同的語言 齊國有齊國話 然後秦國有齊國話 那秦始皇統一了七國之後呢 他才發明了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行什麼車 稱 書同文 車同軌 所以那個時候 你才有統一的語言 在那之前呢 是屬於一個多語的 戰國時代 所以 那個時候的小朋友呢 他都有要學外國語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有一個楚國的官人呢 想要讓他的兒子呢 學七國話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齊國比較強 那你要請外師 也就是齊國人教他呢 還是要請楚國人教他 那古時候的人也崇尚外師 那我們要請齊國人教他 然後孟子就說呢 如果一個外師來教他 可是旁邊的人都用楚國的話去吵他 雖然你每天打他 叫他說齊國話 也就是叫他說英文 也是不行的 所以語言學校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德國人復之 然後眾外國人修之 所以日他而求其 德也不可得已 那為了改變這樣的情況呢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要改變了 曾經世襲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流優學 那我以日本為例 你居然花錢去日本 想要學日文 最好的方式就是這樣 你從早上晚上跟日本人在一起 那我就設計這樣的計畫 那我會教你怎麼去跟人溝通 然後教你怎麼真的去習得 然後你不會在教室上課 你會透過活動 全天跟日本人接觸 就是一直跟日本人在一起 玩啊唱歌 念書或是幹嘛都好 那也不流於呢 就是很沒有水準 就是一直在玩啊 一直吃一直喝 所以我們要請學友專精的日本講師 來分享人生的精彩故事 好 那不是唱課 是他來講他人生的精彩故事 比如說一個畫家 他就要來講 為什麼他成為畫家 一個大學教授 他就要來講 他為什麼研究他現在這個東西 一個在企業當講師的人 他就要來講 為什麼他成為企業的講師 完全沒有觀光行程 你真的去的就是真的很認真的在交流 跟日本人做朋友 然後你會認識各行各業的人 跟大家講一件沒有誇張的事情 光大阪這個地方 我應該認識一千的人以上 所以你真的會認識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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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人 那這當然就是我過去在那邊 累積下來的一些人脈的基礎做出來的 那你認識各行各業的人的時候 其實你會打破非常多的刻板 你現在才會認識這個國家是什麼 你就發現喔其實日本人也是人 原來你很多過去的印象其實都是 不是那麼正確的 或者說並不是都是那個樣子 好 那你的一天大概就像這樣子 早上呢我們會就是給你心靈輔導 因為大部分的人去都有很多心裡面的障礙 其實都沒有什麼語言的障礙 都是心裡面的障礙 你會覺得喔喔喔喔 我不知道怎麼跟日本人講話 喔喔我不知道怎麼跟日本人聊天 或是我的日文好爛 但是或是怎樣你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還有一個是請日本有趣的人來講 有趣的事情 然後然後之後呢 你中午跟晚上還是到晚上 夜間呢你都是參加各種不同的活動 基本上都是我安排或是套好招的 那你就去 那你就跟日本人玩在一起 那你都會有這樣的行程表 然後呢做什麼事情呢 這些你也看不懂 所以你直接看照片比較快 比如說 跟日本女高中生一起出去玩 然後拍大頭貼對不對 這很酷對不對 那只有跟我去你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然後或是跟參加日本人的活動 比如說這一場是大家討論旅遊 然後你就去講旅遊的事情 你聽了聽不懂不管 但是你就是要跟日本人在一起 好那 常常都在Party吃吃喝喝 這很多 每天今天晚上都有 就是跟世界各種人一起吃吃喝 主要就是日本人 好那 這邊呢 就是每天早上會找的講師來 比如說那天是找這個 21歲就考上公務員的一個日本人 然後就來講 為什麼我21歲不念大學 我就去考公務員 的人生的故事 還有他在 以前也在法國當作交換學生 他在法國的事情 好那大家就聽他講 好然後講完之後 我會做一些講解跟一些討論 然後再問他問題 就是早上的活動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那 有時候呢 也有機會去寄宿家庭 或者是幹嘛 這個都不一定有 好那 最後一天晚上 你會跟非常非常多的日本人 一起吃飯一起 幹嘛幹嘛幹嘛 好 所以就是讓你呢 真的這樣 短短一個禮拜體驗到 什麼叫做真的到國外去學一個語言 好 不是說上語言學校 或者是流遊學 其實你知道啊 你就算去英國留學 去美國留學 你能真的成天這樣講英文的機會 其實是非常少 而且你身為一個成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你有太多的困難 跟建立社交圈的這些難度 所以我創了這樣一個活動 是讓大家知道 你今天去國外 你要讓你的語言學好 其實你是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禮拜 你可以學到 怎麼做 怎麼跟人相處 怎麼跟人打交道 怎麼跟人交朋友 那一個禮拜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執行這樣子的學習任務 或是自己讓自己的語言更好 那這些都是照片 那現在也有去做美國的 比如說你們知道鳳凰城這個地方嗎 那這個地方也是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然後 一樣 欸今年帶了兩個呢 試驗品去 好 那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 在這邊有那個照片 好 就是這個 其實英文呢 我想大家呢 有比較多的想法 你也可能有比較多的包袱 所以我在那邊呢 我們就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這個英文的陳靜錡 跟剛剛日本的概念一樣 我就是要讓你從早到晚 都跟美國人在一起 然後去做各種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們去的時候 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這兩個參加者呢 他們第一天到了 結束之後呢 真的12個小時都在聽英文講英文 然後之後呢 他跟我說 我們好想回家 就是 身心靈受創 那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都 聽不懂 然後覺得自己很沒用 為什麼學了20年的英文 他們都是在正規體制下面 學英文的台灣人 之前也沒有真的出過國 有一個是真的沒有出過國 然後他就說 是不是明天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這幾天 不要這麼高強度 我們可不可以少跟美國人在一起 等等等等 那當然呢 我沒有讓他們得逞 還是哪 每天要讓他們跟美國人在一起 那其實一個禮拜之後就好了 在日本和美國 我們都觀察到這樣的情形 就是 這種的心理障礙 你就是不斷讓他去接觸 像陪伴還不會騎腳踏車的人一樣 你在旁邊就是扶著他 然後跟他說 不哭不哭不哭 等一下就不痛 然後他們就好了 好了之後呢 我就再做一件事 就是說 明天我要去一個西班牙文的聚會 然後 這些人通常都是講西班牙文的 有些是美國人 有些是墨西哥人 然後有一些呢 像這個是 每一陣妻子都是波多里克人的 好那大家都講西班牙文 可是我這兩個學生 他不會講西班牙文啊 然後 我就說沒有關係你來 然後 我先花時間說服這些人 我說我這邊有兩個台灣來的朋友 他們都不會講西班牙文 可不可以參加我們的討論 他們一開始都反對 就說不行 這樣他們太可憐了 他們一句話都聽不懂 我說沒有關係啊 我們說這個學語言嘛 其實就是 融入這個環境 他坐在那邊聽 他聽久了其實就會學會啊 然後他們就 好吧 那你要進來就進來 那一樣他們兩個人處無害 所以大家呢 有沒有就是管他們 然後我們繼續講我們的 半個小時之後呢 這兩個人 我們就說我們要走了 因為我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在車上我就問他們 欸 你們有身心受創嗎 他說沒有啊 他覺得超好玩的 我說哪裡好玩 他說你們就像動物一樣 在講西班牙文 那算我們都聽不懂 不是這樣 他說那你們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 同樣的場景 人家講英文 你都聽不懂 你就要身心受創 那同樣的情景 給人家講西班牙文 就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你們覺得 對啊 所以他們就說 因為英文已經學了這麼久 就會開始攻擊自己說 我學了這麼久 居然都聽不懂 我過去在學校裡面 背單字啊 文法弄那麼多東西 結果最後真的面對美國人的時候 都講不出來 聽不懂 所以就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西班牙文從來都沒有學過 所以你會覺得沒有聽不懂 就是正常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 然後我就說 那你以後就講英文 或是聽英文的時候 保持跟西班牙一樣的心態 就好 他說這有點難 然後最後他的結論是 我還是學西班牙文 所以新學一個語言 說不定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在學習語言上面 有遇到一點挫折 或者是說 你覺得你卡住了 你的英文的人生卡住了 說不定從頭開始去學西班牙文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當你的西班牙文學到一個程度之後 所以你就可以解放你的英文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真的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在實務上看 都看到這樣的例子了 就是 英文你已經被洗腦了 你已經被學校那一套定型了 叫你呢 說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從那個聲音音裡面跳出來 你也無能為力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不如去學一個 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用方法去學一個新的語言 誒說不定你的英文呢 就得救了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 不是外面常常說的那一句話 你英文都學不好 你學那個語言幹嘛 反而是呢 你英文就是因為學不好 所以你才要再學一個新的語言 讓自己在新的語言裡面得到救贖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實際他們一些有趣的心得 這種活動 我每次帶呢 不管是一個人的還是兩個人 我都覺得我的收穫比他們還大 因為我又看清了就是語言的真相 然後真的就是那樣子 比如說這個其中一個學生 他是一個工程師 就是一板億 所以他在求神的歷程當中都覺得 我每次講出來的句子 一定要百分之百無誤 我才講 我才聽 如果他沒有百分之百無誤的話 他就很沒有安全感 不敢講 所以他去美國的時候一開始呢 呈現了完全精神崩潰的一個狀態 因為呢 他沒有時間可以思考句子的 對錯與否 然後呢 他也無法去就是 聽懂人家的每一句話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真的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除非你是學到完全精通的一個狀態 你是聽不懂每一個人 人家說的每一個字的 不管是哪一個語言 好 那以他這個個性 他就覺得 我聽不懂你講的每一個字 我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下一句話我就不想聽了 然後他就最後全部都聽不懂 好 那他也是 大概一個禮拜他才真的適應說 欸 句子適應難免有錯的 我也可以就是 聽不懂幾個字 甚至聽不懂幾個句子 這都沒關係 但是當我願意放輕鬆 專注在交流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我是可以說得出來 我也可以聽得懂 甚至呢 我覺得我犯了那些錯誤 不完整的地方 我都是可以去修正 所以跨出第一步 跟對方閒聊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也有去日本的心得 像這一個女生 他也寫得很好 他說 不必等學會一個語言 才開口說這個語言 我想這個是我們成年人 最大的一個障礙 你看我們在那個亞馬遜裡面 不就這樣嗎 就是 我還沒準備好 我的克丘亞語還太爛了 不行 好那其實去日本 去美國 你看我們多少學習者 常常一句話 在多語咖啡 我們看到就說 我的日文還很爛 我的英文還很爛 我的什麼什麼 那其實都沒有很爛啊 真的就是一個自信 跟一個想法的一個問題 好 那他說 他發片的心 就是一直去講 在錯誤中不斷學習 才是 才會有最 才是他最大的收穫 好所以他參加活動前 會一直想說 是不是要日文更好的時候 再參加 跟所有要去多語咖啡的人一樣 我是不是要等日文再學多語言 我再去等等 其實都不是 你真的要學得快 學得好 其實就是克服這個 覺得我要更好的時候再去 的這種可能是完美主義的想法 也可能是一個心裡面的不安 你越早開始 其實你越學得越快 越快能突破那個障礙 那你要真的用一個快樂 然後愉快的方法 然後又是比較有意義的 去認識的人 跟廣進的方法 你真的就是跨書 他還不去跟人溝通 然後那他也發現了 就是日本人不是都是 不願意理外國人 他發現很多日本人 是喜歡外國人的這些 好 那最後呢 我還有 超過一點點 那我要講一下 就是我對創業的一些想法 我還沒成功嘛 還沒賺錢 但是我還活著現在啊 就是多語咖啡沒有倒閉啊 所以呢 講創業的事情呢 也沒有太誇張 就是我至少活下來 找到一些方法 現在還呢 還可以在這邊演講 好 那第一個呢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本書 就是 我想來燦爛時光的 大家都喜歡念書 好 那很喜歡做哲學性的思考 也喜歡就是思考抽象的事情 如果你在創業之前呢 可以去看這本書的話呢 你應該會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 那這本書也有中文 叫從零到一 那是這一個矽谷非常有名的投資家 你的那個PayPal 就是他做的 還是Ebay啊 我忘記哪一個是PayPal 反正就是他做的 好 那 這是一本 推薦你的書 好 下一步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想 一樣 灑爛時光的大家都是讀書人 好 所以我們抽象思考的時間 比你真的去做事的時間多 非常多 如果你對創業或是任何運動有興趣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 街頭拜精神 你真的要去做 你做了之後 你才會發現現實跟你的理想 或是你的理論有很大的差距 好 那這本書我也很推薦 因為他就是一個號稱不念書的 然後也不是什麼有很多學問的 他就是用最圖法練功的方式 開始去創業 創業呢 也是最沒有什麼進入門檻的 就是做火鍋店 可是這裡面你才會看到就是說 原來真正的創業是這個樣子 你要不拿人家的錢 或是你要借錢 那你要讓一個活動或是一個店面撐起來 他要經過哪些步驟 然後會有哪些困難 他這裡面都有跟你說 我想 特別是 如果你是讀書人的話 你更需要像這樣的一個經驗分享 或是一個思維 好 那 你想到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不管是做什麼長頁 那我覺得這本書也會給你很大的啟發 他叫做 The Innovators 那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那 為什麼推薦他 就是因為大部分這種講什麼創業什麼的書 都是嘴套比較多 然後都是沒有什麼科學驗證的 那這個人 他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很紮實的科學驗證的方式 跟你講什麼是創新 那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哪 叫做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你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很蠢 看起來不會賺錢 然後可能也沒有什麼未來性 可是就是這樣子的東西呢 他才會真的對這個世界上有很大很大的impact 這是他做研究的其中一個發現 然後 你開始做生意不管是哪一種的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叫做行銷 不管是你要讓你的idea 讓你的想法 讓人家聽見 還是你要賣一個東西 或是你要做什麼什麼事情 常常我們喜歡念書的人 或是在學校待太久的人 你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反正我的東西做得很好 我是很厲害的人 我研究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我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那大家就會買帳 就是大家就會來找我 那這在現實世界是行不通的 那有一句話叫做呢 說得好的就是真理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的真理 那你真的開始去做創業 然後開始去賣東西 開始去演講 或是做任何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真的就是那個樣子 好那 在很多很多這種講行銷的書的裡面 其中有一本叫做Selling the Invisible 那這是一本 當然是美國人寫的書 那裡面有一句話呢 我覺得非常好 一樣是送給喜歡讀書的我們 他說 Life is like high school It's a popularity test 這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在美國的高中 如果你很會念書的話 據說呢 你有很大的機率會被霸凌 因為呢 就覺得會念書 不是一件什麼很酷的事情 那怎麼樣的人呢 會受很大的歡迎呢 就是你要是那種party cream 或是prong cream 就是你是很得人緣的 你是讓大家喜歡的 那你在學校裡面呆久了 書看太多了 都會有一種錯覺 就是覺得 我成績很好 我很聰明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聽我 會幹嘛 大學研究所 可能是這個樣子 可能其實也不是嘛 你也有那種教授是很不得人 一個人的故事 說不定這句話呢 不只是real life 在學術裡面也是這個樣子 你真的要在這個社會上做聲音的話 不是因為你很厲害 你的東西很棒 是因為你很popular 大家喜歡你的話 就會來聽你演講 就會來賣東西 買你的東西 或是幹嘛幹嘛 所以如果你要出去創業 然後你開始做的話 你要記得 就是不是因為你今天很聰明 你怎樣你怎樣你怎樣 你就可以怎樣怎樣 其實都不是 在這個社會上做事 你要真的做創業的事情的話 這個才是key 就是一個高中 沒有說聰明人就很好 或是怎樣 那就是一個 你要讓大家喜歡你 你要得人緣 那你的東西才會賣得出去 你才會真的有比較好的成就 或說真的發揮你的影響力 如果你只是覺得我的東西很棒 我的理論是正確 或是你們都是錯的 或是怎樣的話 那你可能沒有辦法 走到你想要走的地方 好 那之後呢 你可能會有什麼管理的問題 或是什麼 我還沒有經驗到 因為呢 我還沒有辦法請人 那如果我有辦法請人的話 那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管理 與經營 現在沒有 現在還在就是創業 那關於語言這一塊呢 我要送大家一句話 這也是一個MIT的教授送我 然後不是因為他呢 在MIT教書呢 所以我們要聽他講 是因為他的人生故事呢 我覺得很棒 中間我就省略了 因為神經的關係 他最後呢 他覺得在語言學習 或是教學這一塊 其實沒有什麼神奇的方法 也沒有什麼 那真正最重要的是改變你的想法 比你的改變的方法更重要 當你的想法改變了 其實問題就解決了 那沒有什麼神丹妙藥 也沒有說買了哪一套教材 你就怎樣怎樣 但是你願意改變你的想法 願意打開你的心胸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語言 學得很好 交到非常多的朋友 好 謝謝大家 我沒有很敢 所以大家可以問問 大家好 我剛剛就是一直被 那個TerryQ的那個語言章 然後三年前 是三年前 三年前其實我是 我本來想要採訪的是 蔡秉玉 就是蔡秉玉其實也是一個 多語達人 他會食國外語 然後呢 但是秉玉就非常謙虛的說 沒有沒有我只會十種 但我有朋友會二十五種 我說喔真的嗎 然後馬上就說好 那我可不可以去採訪一下你朋友 所以後來就認識了Terry 然後也去聽過他演講 然後也去看過多語咖啡 然後還有一些 我後來把他介紹給親子天下 就是他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故事 那我覺得今天 道姓的好朋友應該都是 帶著很多問題來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開放 大家可以提問 或者是我們把麥克風傳下去 你還可以有一點時間嗎 我們可以把麥克風 沒有關係 傳下去 來這個給你 然後每個朋友 你就是可以稍微 就是拿一下麥克風 然後想你有沒有要問的問題 沒有的話你就傳給下一個人 但是每個人都要握到麥克風 從你開始 那你就再把他傳給你 你想問的時候再舉手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有兩個問題 然後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我自己是只會講中文英文 然後台語聽得懂 但是不是很流利 然後剛剛你有提到說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英文更好 你可能去學一個第二外語 會給你一些啟發 可是要有什麼樣子的動機 會讓你想要學另外一門語言呢 然後或者是 比如說我現在是一個台灣人 我有看過很多日劇 聽過日文歌 所以我可能會知道一兩百個日文詞彙 那對我來講 可能日文就是一個比較好入門的第二外語 可是我沒有很強的動機 會想要學它 然後最後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如果想要學第二外語 或者是第三、第四、第五 或者像你學到二十五個 什麼樣子的動機 會是比較 會是你學語言的動機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要問就是這種 會講很多種語言的人 精通各種語言的人 然後有人說你學一種外語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就可以用那個語言思考 就是如果我今天講英文 然後我是用中文思考 我再翻成英文 這可能是一個階段 但是如果我已經直接用英文去思考 或是我在表達東西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英文詞彙 但是我會覺得把它翻成中文是很困難的 那如果是一個多語達人 假設你精通八種語言的話 那你就會可以用八種語言思考嗎 然後你會從你學的這麼多種語言裡面 感覺到什麼樣子的文化差異 謝謝 你可以先回答 所以第一個問題呢 我覺得就是你沒有個人的特殊喜好的情況之下 那有些人有特殊喜好呢 就很簡單嘛 他喜歡泰國 那就上去樓上對不對 那如果喜歡越南的話 那禮拜幾要來 我們這邊也有 禮拜二 禮拜二 對 越南的話就是禮拜二 那在沒有情況下 我覺得啦 最快引發興趣的就是 你要剛好認識那個國家的人 然後你們彼此間發展出一段情感 友情也好 或是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是最快 因為 有時候 比如說一個很沒有 我沒有興趣的語言 或者說這個國家的文化 說我們不會真的沒有興趣啦 那可能就是沒有很強烈的興趣 但會因為認識一個很有趣的人 或是 有一個很感情好的朋友 不會想要學這個語言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 你先從認識人開始吧 就是去參加一些活動 這邊也好啊 或者是去玩多餘咖啡 或是你要去其他其他活動 你可能認識波蘭人啊 伊索比亞人啊 或者是約旦人啊 或是什麼什麼 那你跟他之間 可能有一些交流 你發現 這個人很好 我跟他出去玩一次 就覺得很好 那你就會開始對他有興趣 那你就會想要講他的語言 我覺得這是 最容易進入的 那至於你說 你對日文沒有興趣 那你就不要學 因為你就會沒有興趣 也沒有就是必要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會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其他語言思考 可以啊 就是你學到一個程度 你常常跟人溝通 就是變成那個樣子 那你在那個當下 你是不可能再使用中文的 你開始就是 你長期使用英文 長期使用日文 特別是跟人溝通 你在那個瞬間 跟那個當下 你一定是用那個語言 在構築你的概念跟句子 好 但是我今天早上 有一個學生問 一個更有趣的問題 那剛好跟這個有關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他說 在當下 他都可以用那個語言去吸收理解 甚至 跟人溝通 可是 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 他儲存這些內容的方式 還是中文 你懂這個意思嗎 嗯 比如說 你看了一本英文書 你看了當下 都是用英文在理解 在思考 可是當你在回想那段書 在講什麼時候 你會用中文 去重新組織那個東西 好 那 這個呢 我覺得 即使是多語達人 雙語達人 或是三語達人 他儲存資訊的方式 應該還是會用他最強的那個語言 好 我們在語言學上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 Dominance Language 比如說有一個號稱雙語的人 你要如何去測出他 比如說他說 號稱中英雙語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語言學研究 想要研究這個東西 我沒有研究過 他想要去知道 這個人到底是中文比較強 還是英文比較強 好 那 就有各種不同的測試 其中一個最有 最直接 然後最有效的測試方式 就是問他數字 你就是問他加減乘除 開根號 平方 他用中文想 還是用英文想 你就知道他那個語言比較強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個目標問題 就是給一個Bback 就是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Terry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演講 我也去聽過他的多語 多語的 那個席德講座 那我今天來其實是因為 就是我自己也有在 之前有在多語咖啡當過 鎖語的桌長 然後 然後Terry剛才自己也講到 最近鎖語的桌長好像很寂寞 那時候鎖語 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其實就是想要問 就是比較想要聽說 多語咖 就是在實際經營面上 這種狀況的 或是說你的理念 的情形 那我覺得 好像稍微有得到一點 欣賞謝謝 這樣 給個Bback 謝謝 Terry你好 大家好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我真的覺得一定要 然後就是說一聲感謝今天來聽 可以解決很多在學習語言上面 可能很常見的問題 像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外語 那目前到現在可以說的只有日文而已 比較好一點的話就是日文 那我一個韓國朋友 我們認識很多年 其實從我們認識的第一天 他就很積極的要教我韓語 那很可憐的是他剛好在上個禮拜 回韓國了 對 大概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七年的時間 我們每一次見面 你都會看到他 隨著他的中文越來越好 可是我的韓語 也是到最近這幾個月 才比較敢跟他說 但其實 我一直以來在想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講日文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很比較輕鬆 可是講韓語的時候 就會處處的怕說 這個地方錯了 那個地方不對 等等的 那其實今天來聽以後 真的就覺得 其實心態上 要有一個很大改變的氣息 對 那就真的是覺得 很感謝 你今天給我們這個機會 對 我想請問說 您剛剛說 有提到說 想學韓語 那大概學了多久的時間 喔 韓語是 我沒有認真學的語言 就是 覺得學開心了就好 那但是 我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個語言 我是沒有再怕講錯或是什麼 因為 我是沒有玩學文法或什麼 那些東西就是 聽到隨便講 聽到隨便講 那就是 想接觸的時候就接觸 那我也沒有在用教科書 或是用什麼 任何方式 那 材料也不限 有時候就是 那個秉玉會幫我 就是弄一些北韓的東西 就是 然後繼續聽啊 然後去學它 或者是看一些動漫 那 因為 現在就是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材料就是 我很想看那個GTO 你知道嗎 就是 麻辣教師 就是日本人的漫畫 你知道嗎 就是鬼走 是 對 其實這個就代表 我國中很喜歡 很最喜歡的漫畫之一 就代表我對教育是有熱忱 那我就每天都在聽這些東西啊 就這樣聽而已 那我沒有就是正規的學習 那這個就是韓文版啦 那就是這樣子放一次放一次放一次 好 那就這樣很輕鬆的方式去接觸 那 有時候我會找韓國人 就請他來跟我聊天 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那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漸漸就這樣 對啊 那就會越講越多 然後聽越懂越來越多 那因為我 比較不喜歡 就是我沒有什麼時間去看 就是看韓文字的東西 也很少去打字 所以這個語言就是聽說的能力比 寫跟讀的能力強非常非常非常多 對 所以果然還是就是要講出口才行 對啊 就是 那 這邊我這邊分享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覺得 你可能知道的那些規則越多 你會越不敢講 對 你會覺得這個錯或是什麼 那剛好這個我來講一些東西 就是 比如說你用學文法的方式去學日文 你一定學過就是 ミタイ跟ラシイ或是ヨ有什麼不一樣的 都是 都是好像聽說對不對 好 那你去看文法說的時候 他會怎麼教你 他會怎麼教我的話 他就會跟你說 喔 ラシイ的時候這個時候不能用 那個時候可以用 然後ミタイ的時候這個時候那個不能用 然後ヨ有的話 這個時候可以用 那個時候不能用 對 好 那你全部看完全部背起來 這樣你還敢講日文嗎 不敢 對啊 所以我想你去學韓文的話 他一樣也有這種東西嘛 有什麼 摩油還是什麼 摩油油 什麼這些東西 他也有說這可以用 這就是什麼 跟卡大有這些東西 那你一定也是看完那些東西 你就覺得那我還要講韓文嗎 對啊 所以你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是 卡在就是 口語或是表達這一關 你學了那些文法知識 你可以全部忘掉 真的可以全部忘掉 那你久了之後 你會培養出一個感覺就是 喔 大概這個是 對的 大概是錯的 然後大概是怎樣 OK 謝謝你 謝謝 那其實我 其實有點好奇 就是 你今天把就是學議員講的 非常有趣 非常就是非常 happy的可以做到這些事 那我好奇的是說 那以這樣的方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有辦法到 嗯 一個程度以上嗎 就是我知道你有 但是我們可以嗎 就是 就是這樣感覺上是在聊天中學習 那 就是 這之後是不是還有背後的努力 好 嗯 我覺得就是大家不要看就是一直講這件事情 那 那 如果我們現在來講就是 可能你對 就是精通一個語言比較有興趣吧 應該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 就是 學得很好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要 我們要精通一個語言 我們假設以母語人士為目標好了 或者說母語人士為一半為目標好了 你要精通兩件事情 一個是聽跟說 你要跟母語人士有 有 一樣的直覺 好 這是一個項度 另外一個項度呢 是 你的 文化上的知識 跟你 智慧上的知識 你要跟母語人士 有一樣的水準 好 那這兩件事情呢 是 基本上完全獨立 好 那 如果你要在文化上面 你的 智慧上面 閱讀量上面 這一塊要跟母語人士有一樣的水準的話 這個就是念書 你的中文也是一樣的 我跟 雲章老師的差異就是呢 他的中文的知識量比我好太多 他的文底比我好太多 他知道的字比我多 那我跟一個國中畢業的台灣人的中文的差異 不在於 聽中文的聽力 也不在於就是 誰的發音比較好 好 而在於我知道的字比一個國中畢業的多 所以我最常講的一個例子就是 你們有多少人知道 爛傷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孩子 對 好 所以大家都是有念書的 那一個國中畢業的人 他可能就不知道爛傷是什麼意思 好 這一塊呢 就是一個知識性的東西 那是不斷的念書 聽有水準的演講 比如說聽蔣勳老師演講 那個不一定要看他的書 你聽蔣勳老師演講的話 你的中文的造語也會提升 可是 這不是語言的全部 另外一個項目就是 你要有跟母語人士一樣的 反應跟直覺力 一聽到什麼就聽得懂 比如說 白當勞點菜 這很難 因為你問他說有什麼sauce 他就20種這樣很快速的講出來 什麼wrench 那這種能力就是我所說的 你要一直講一直聽 才會培養出來的那種敏感度 跟隨機反應的程度 好 所以你要精通一個語言 你一直講一直聽 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要有同樣的知識水準 你不一定要只看書 你也可以都聽蔣勳老師那種演講 或是你聽有水準的演講 那你光靠聽力 也可以讓你的智慧量 還有你聽得懂的去增加 所以大概是這樣 Terry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在學日文歌的跨文 就是 學日文的時候 你覺得說好像 還有很多都是還得學 就是 又是學不完的感覺 然後就是 我直接聽了 日文老師說過 就是說你去抽一個語言嗎 你啊 就什麼都學一點 就你什麼都學一點這樣 還不如你就 一個都學到精 然後學到超好這樣 然後我想說 那個到底學多語 到底是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時機嗎 還是說 還是說就是 對這樣 好 那 如果我們就是一個 什麼叫做精通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一個實務上來看好了 就是 你為什麼要學語言嗎 是因為你覺得成為精通 覺得很棒 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 那個 你的目標 還是說你真的想要使用它 好 那我就講我最會的這幾個語言 好 我不講是不是跟母語人是一樣 如果你覺得你的終極目標 是跟母語人是一樣的話 那也是一個目標 但是那不是我的目標 我沒有想要跟母語人是一樣 反正呢你就算成為一個母語人是 這個世界上只是多了一個 會說日文的洋語那個沒有什麼 好 那 對我來說呢 我有幾個很實際的一個要求 就是 不是說要說很多語言 比如說我學 任何一個語言 我希望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我聽什麼都聽得懂 我想講什麼都講得出來 我想看什麼都看得懂 好 那至於是不是講的跟母語人是一模一樣 寫的跟母語人是一模一樣 我不在乎 好 但我盡量做到跟他們一模一樣 好 那如果一個語言 你可以 都聽得懂 都看得懂 也都寫得出來 那在實務上 你就已經精通這個語言了 比如說我可以去日本演講 我都可以講兩個小時 好 我講的不完美 但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都可以用日文去做 這樣我就滿足了 這是很實際的目標 好 那至於是不是跟 要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但是你有那樣的需求 你可以學到這麼好 那你沒有那樣的需求 那你為什麼想要學得這麼好 那如果是你個人的要求的話 那是你個人的要求 那不代表說別人也要這樣學 但是 這邊我要講一個事情就是 我覺得 任何一個人 你要把一個語言學到 你想講什麼都可以講 想要聽什麼都可以聽得懂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他雖然要花很長的時間 但是沒有這麼難 你要學都聽得懂都會講 甚至都看得懂的話 其實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而且在你的有限的年齡之下呢 你想要學四五種語言 其實都是一個合理的範圍 但是如果你要把每一個語言呢 都學到跟母語言是一模一樣的話 你有限的生命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那目前我有看到就是 我有實際幾個朋友 比如說日文達到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而且這個是被我實際測試過的 我剛才那個曾經是喜得對不對 早上不是會找一個人來講故事嗎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找這個 他是台灣人 可是就是他的日文真的學到跟日本人 一模一樣 可是我說超越一般日本人 如果說在教育程度上面 念的書的上面 還比一般的日本人多 可是他在就是所謂的發音 還有就是整個用詞上面 已經完全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我找他來演講 兩個小時 就在我們那個場地 就講他的故事 那我還說 請你給自己一個日本信跟日本名字 然後你的過去的經歷呢 造假一下就是 你不是中興大學畢業的 你是什麼 日本東京中央大學畢業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邊講講講講講 那當然在座的台灣人 我的那些學生 他的日文造語不夠 不可能就是去察覺說 這是不是日本人 那當然他在裡面 行為跟風範上面 那也都跟日本人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你好像有問我這一點 真的我會改變 有時候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的風格就是跟日本人差不多 所以就是會改變 然後他去那邊講 然後講完了 然後那一間就是我們的場地 工作人都是日本人嘛 有男有女 然後日本人就在旁邊問我說 你在哪裡找到這個日本人的 然後我就說 這個人不是日本人 然後他們是不相信的 然後他們在跟他講 然後他們最後就是說 這個人的日文比我好 而且他因為住京都 所以他的那個京都腔 也可以就是完全切換成京都腔這樣 那為什麼講這個就是說 你要做到這樣子 理論上沒有什麼不行 那這個我們做語言學研究 你都知道 你就算是長大之後才學第二外語的 你要學的跟母語人是一模一樣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看他呢 應該花了十年對不對 他花十年 那去讓自己達到 跟日本人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他也有需要 因為他是在日本生活跟工作 好 那他這樣做 代表他不能學其他語言嗎 你錯了 他其實學很多其他語言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是不相似的 那也沒有說 驚痛一個語言比較厲害 或是說很多語言比較厲害 看你有什麼需求 那對我來說的話 你把每個語言學到 真的可以跟人溝通 想講什麼 想看什麼的話 是很棒的事情 那我個人是沒有想要追求說 日文講的跟日本人一樣 或是英文講的跟美國人一樣 謝謝Terry剛剛的分享 那我想在座應該很多人 就是都很希望 就是能夠達到 剛剛你沉浸式語言那樣的效果 但如果說一般的人 如果說像我一樣的上班族 其實平常大部分都很忙 那你會有什麼撇步 或者說像我們這樣平常 時間都幾乎都會 對都會霸戰 然後其實我們也很想要 沉浸式語言學習效果的人 有什麼建議呢 就是大家不要誤會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最會的那幾個語言 英文、日文跟法文都是 包括德文都在台灣學的 所以我其實都 那在學會之前都沒有出過國 那也沒有說說 我要教日本朋友 教法國朋友 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是沒有這些資源跟 就是出國的機會 好那 所以你在台灣是可以學會的 那你要去做一些堅持 這個比較難 那特別是20歲的時候 我還是學生 所以我有辦法去做一些事情 那大概超過25歲的時候呢 你在用斯巴達斯的方式 在那邊強迫自己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過了25歲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做有效的語言學習呢 然後善用零碎時間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 你要像我一樣呢 隨時都在播放各種不同語言的音檔 好 那 這個也就是零碎時間 你在辦公 你在家裡睡覺之前 在家裡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就打開你的機器 然後就開始這樣 然後就放著 然後開始做你的事情 對一個繁忙的上班族來說呢 你至少做這個 長期下來的話 你的語言還是會進步的 總比什麼沒有做都好 那當然一直聽這些有一些 就是很實際的一些 你要怎麼去選材 或是說一些東西的話 那今天當然沒有時間講 那如果你以後真的對這種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聽我那個講座 那代表的概念就是 一個是零碎時間 一個是你隨時能聽到語言的時間 你都要投資在這種事情上面 所以我等一下回去的時候呢 要開始戴上眼睛 好 那這也是呢 就算你是學生的話 像我在學生時代 為什麼我可以不去法國 就真的會講法文 不是只是會讀跟寫而已 就是因為我一直在聽法文的東西 你要不靠外國人學會 不出國學會的話 那你在這種多媒體上面的時間 要非常長 那你也聽過一個 不是都市傳說 是真的 很多人說 日文學到精通 都是一直看動漫 這也不是假的 因為他們都看了幾萬個小時 這不是我們一般的人 可以就是模仿 而且他們真心誠意的 想要看幾萬個小時 那你願意 帶著一台機器 這樣一直聽幾萬個小時的話 雖然你都沒有主動 而且你會小有成就 我自己是曾經因為要旅行的需要 所以我會再去那個國家之前 稍微學一下那個國家的語言 然後就忘記了 對 然後我在接觸這些語言的時候 我比方說我會接觸到一個問題 就是比方說像越南語它的音調 我的耳朵根本分不出來 所以 所以就 就會卡住 對 然後比方說像緬甸語的話 它就是低音字母的問題 永遠記不起來 對 永遠記不起來 對 然後 那我現在就是為二有在持續進行的 一個是西班牙語 一個是馬來語 對 那西班牙語我覺得 學起來是有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那個馬來語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 很困擾 第一個是在台灣這個東西的材料很少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一些 學習資源 比方說像它的一些自首自為的便意 我連自己都查不到 對 所以就是 這種冷門語言 然後尤其不像 它跟西班牙語一比起來 就很明顯的落差 就是雙方的教材在台灣的可以取得的來講 然後或是說 西班牙語的一些體系文法的規則整理的什麼的 都資訊上來講都比較充分這樣子 所以我目前就是 會有這樣子就是 就是遇到難題的狀況 這樣 那你覺得馬來語的資料太少了嗎 對 因為 會遇到的狀況 其實常就是 比較是印尼語的東西比較多 那其實我們 作為初學者 其實沒有能力分辨什麼 哪個部分是印尼語 哪個部分是馬來語 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就算 對 大概 因為我學的是馬來語 就是剛好 剛好 因緣 機會之下 因為基本上 我選馬來語 某程度來講 是因為它翻譯規則簡單 然後 好記 然後感覺上也比較容易上神 然後也 剛好就這樣 就繼續下去 但是材料 材料或是說 練習的機會來講 真的是很少 你要問 坐在你前面那一位 因為他是東南亞語的專家 那我 我感覺到你是一個 好像不喜歡 學新的字母的人 是這樣嗎 其實也不是 就是 呃 會開始學 其實是從緬甸語開始 因為那時候 聽說去緬甸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字 那個數字 那其實是怕說 在緬甸的時候 因為看不懂數字 坐不到車 車子跑掉不認得 之類的 所以才會開始學緬甸語 那 就一直學到去緬甸之前 那 我覺得 我是在給高美金老師教的 那 我覺得他那時候教的時候 他就先用拼音的方式 讓我們學會很多 慣用語 其實我到現在 即使 就是可能點個奶茶 什麼還ok這樣 就是已經兩三年過去這樣 就是基本上那種 用音的方式來記的方式 對我來講是ok的 可是 那個課程一直進到 我要出國前 就開始上了拼音字 就開始畫圈圈 對 然後 就發現說 記不起來 你要跟前面的交流一下 因為他剛好是這方面的常才 而且他最喜歡學就是 不是用ABC寫的 呵呵呵 對 我要就這邊教一下 沒關係 你先連下那個交流 對 對 你接觸一個新的語言 就是 你會建議初學者 完全不熟悉這個語言 就是像你的方式是 一直聽 聽不懂 然後可能是 後面聽到後面是用根數的方式 他就說 可能你先知道這個語言 然後怎麼去發音的一些運動 然後你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演示 還是說就像小baby一樣 就是 聽他慢慢抓他的感覺 這樣子 嗯 這兩件事情 如果你要並行的話 可以是並行的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事情就是 一般人太忽略 就是聽不懂 還是繼續去聽這件事情 因為他非常的重要 所以即使你無法分辨他的發音 甚至他的開始在結尾或結束 你都還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去聽了 好 那我有非常多學語言的朋友 其實他們學到後來都會從音樂開始去聽 反正我先聽這個語言再說 那那一些就是 知識性的 什麼拼音或是什麼的話 其實 你到最後再接觸都不會太遲 那也可以並行 那如果你說我們就一個學術討論 來做的話 你去聽他的聲音 去模仿 最後再做什麼所謂的那種拼字的話 你的學習效果會是最好的 這是真的 如果你要做一個 純學術的討論的話 你在盲聽的情況之下去做模仿 你的發音跟語調會是最好的 Terry你好 我想要請問就是 你學多種語言的時候 如果是類似語系的語言 同時你會有那種 switch或是borrow的 就是現象嗎 就是講A語言的時候 用B語言的字或是詞這樣 這有幾個可能 我覺得 就算它是不同的語系 當你很弱的時候 你就會找你比較強的外語 然後去講 所以它不一定是同一個語系的 所以這是一個 那當你變強的時候 你是不會混亂的 你就會分得很清楚 應該是日文的時候就是日文 應該是英文的時候 不是英文 那如果在學習就是類似很接近的語言的情況之下 我想最多的討論就是什麼法文 西班牙文的 意大利文這種情況 如果你是用所謂就是很理解式的方式去學的話 有點類似像是傳統學文法 或是被文法這樣去學的話 你有很大的機率會搞混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會搞混 因為我們的人腦 你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麼多例外跟規則 那我最常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好雖然西班牙文跟法文很像 但是呢它的介系詞啊 或是什麼用法 都是不一樣的 一個最簡單的字叫做阿類 西班牙文叫一 一個呢是要接圓形 一個要接阿就加圓形 好那這種東西 如果你用邏輯的方式啊 用被文法的方式說 喔法文的這個要接圓形 西班牙文的這個要接阿再接圓形的話 那你有幾百條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你一定會吃不消 好所以 如果你是用這樣方式去學的人 我覺得你不要同時學兩種類似的語言 除非你覺得你天生神力嘛 那就是再複雜再類似的規則 我都可以腦袋分得很清楚 喔這樣是西班牙文 這樣是法文 好 那你可以先把你的法文學得很好之後 你再去想一個西班牙文的事情 好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說 你不是用這種策略在學的人 你比較像是用小baby 你也不去管文法 你就是聽西班牙文講法文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還好 反正他在聲音上他們差很多 你也不是用這種邏輯式的方式在拼湊他 就是 一句一句這樣慢慢學 然後模仿的話 其實 那個是還好 但是呢 你只要很弱的時候 你都是一定會 混在一起 所以就是方法上的差異 就是可以避免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相信你們應該還有蠻多問題 都很想問Terry 但他其實已經有點累了 OK 讓他休息一下 然後今天很謝謝大家 來參加 然後我們在七月的時候 會 也會有一場 對 有小菜 就是這位東南亞達人 就是小菜其實也真的非常厲害 以前我們在做四方報的時候 他是 他一個人就是所有語言的總監 然後我們的語言 包括越南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柬埔寨 就是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看懂 全部的報紙 對 所以七月的時候可以 大家可以來參加小菜這一場 然後今天 最後也請大家謝謝Terry 今天很精彩的報導 對 後面很多相關的報導 還有他的書 其實對大家也都可以借閱 那我們今天現在這邊告一段落 先讓大家可以起來動一動 然後休息一下 可以接下來就請大家可以自由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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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